第5801章 真实之拳 何为真实边缘 陆明问码头人 他猜测 这片区域之所以有这么多强者汇聚 是不是与真实边缘有关 真实边缘 意为真实世界的边缘 你或许不知何为真实世界 码头人刚要解释一下何为真实世界 却被陆明抬手打断了 真实世界的边缘 难道真与世界 靠近真实世界陆明露出震惊之色 这个下族土著 怎么知道真实世界的码头人心里好奇 猜测陆明是不是从其他真与世界之人那里知道的 嘴上不敢怠慢 赶紧回答 具体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听说 这片混沌虚空 有一条裂缝 通往真实世界 所以 诸位造物镜的绝世强者 才会在此创造真与世界 陆明瞳孔一说 真实世界的裂缝 真与世界附近 居然有真实世界的裂缝 可惜青天始祖陷入沉睡了 不然他想要立刻将这个消息与青天始祖分享 既然有真实世界的裂缝 诸位造物主为什么不通过真实世界的裂缝 前往真实世界陆明问道 这个 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我只是一个九遍仙王 在古华真殿中地位不高 或许 那些先帝 知道这个秘密 码头人道 在真与世界 有一个与宇宙海或者造物大陆不一样的地方 在真与世界 宇宙境的存在 统称为先帝 并没有先皇这个称呼 千帝 为宇宙境唯一的尊称 而半部宇宙 不敢称皇座帝 在宇宙海 那些半部宇宙敢以帝皇称呼 主要还是宇宙境的存在太少了 而真与世界不一样 宇宙境纵横 群帝并列 半部宇宙 哪敢以帝皇自称 那是犯忌讳的 纯属找死 原来 下族只是陈族 陆明心里一叹 律书的最后一页 为真与世界万族谱 记录了真与世界的万千种族 而下族 赫然是为陈族 在真与世界 卑微如尘埃 在贫族及以上种族面前 没有一点地位 杀生与夺 说说吧 你们为什么来此 为什么收割灵魂陆明继续问道 这就是一场试炼 十二真殿的一场试炼 你应该知道 宇宙境的存在 想要提升修为 就必须要吸收真实之力吧 在靠近真实世界裂缝的某片特殊区域 与真实世界靠近 会有真实之力溢出 形成真实之权 但真与世界 先帝并列 需要的真实之力太多了 那些真实之权中的真实之力 根本不够分 所以 十二真殿在久远的过去 共同商议 定下了以失恋比试 争夺真实之权的所有权 十二真殿的强者 共同打造了这个宇宙 因为是竞争真实之权为目的的 便称之为竞争宇宙 试炼 每一千个恒星年举行一次 在一次试炼结束之后 十二真殿的强者 会清空这个宇宙的所有生灵 然后每一个真殿都会挑选一个陈族 捕捉相同数量的陈族放入这个宇宙繁衍 一千个恒星年之后 十二真殿会派宇宙 在宇宙境之下的存在 进入这个宇宙失恋和交锋 这类角族被杀 我们会被扣相应积分 另外一个 就是猎杀其他真殿挑选的陈族 收取灵魂 获得积分 除了角族 其他十一个陈族都是我们的目标 当试炼结束的时候 哪一个真殿获得的总积分越高 名次便越靠前 分配的真实之权就会越多 反之越少 码头人简单的解释了一遍 陆明听完后 心里难以平静 眼中有火焰在燃烧 下族 居然是十二真殿试炼中被猎杀的工具 这个畜生有什么区别 不 比畜生还不如 将下族和其他陈族扔进这个宇宙 自主繁衍一千个恒星年 然后各方进入猎杀 收割灵魂 获取积分 残酷 血腥 蝼蚁 工具 陈族 地位比陆明想象的还低 真正的卑微如尘埃 命如草芥 生杀与夺 随意收割 深吸几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随后陆明又问了码头人一些问题 便将之封在阵法中 询问另外一个码头人 那个码头人哪里敢隐瞒 也将自己知道的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与之前那个码头人大同小异 没有太大的出入 询问完之后 陆明出手将两个码头人打爆 将仙魂磨灭 从对方手中 陆明也得到了几个黑色圆珠 里面都是收割而来的灵魂 从对方口中 陆明知道 这种黑色圆珠 名为巨魂珠 乃是先帝籍的存在炼制的 不知有禁止 先帝之下 根本无法破解 陆明静下心来 细细消化获得的信息 看来他是无意中闯入了真与世界的试炼场啊 难怪竞争大宇宙周围 会有宇宙竞阵手 是防止有人破坏试炼 或者是怕有人作弊 十二针殿麾下 先帝之下最强的一批人都进入了竞争宇宙进行角逐 看来 我遇到的这几个 都是小喽啰 那些顶级的半部宇宙 还没出现 这么看来 大月皇朝皇都 多半也是凶多吉少了 陆明思寸 纠为不同 获得的积分也是不同的 神境和仙道生灵的积分 差距巨大 这些久变先王 负责扫荡各大部族和周城府城 而那些顶级的半部宇宙 多半对皇都出手了 十二针殿的角逐 我无意插手 但悠悠和审视不足 我却一定要保 陆明沉思 随后亲自出手 炼制阵旗 将阵旗插在周城各处 加固周城的护城大阵 得到陆明的加持 周城的护城大阵 变得更强 足以抵挡九变先王的攻击 这还不够 后面的日子 陆明一直在加持阵法 增强的阵法的威力 第5802张马人打出牛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 周城的人口越来越多 因为每一天都有各部族的人向着周城汇聚而来 寻求庇护 陆明并没有将这些人拒之门外 反正林周城足够大 容纳几百亿人不在话下 人少也要守 人多也要守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他会庇护这些人 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也没办法 林周城的人数 在不断扩大 半个月 居然突破1亿人了 这时 来到周城的人 才渐渐减少 将来 周围一带的 该来的都来了 其他的 要么路途太远 要么是被古华针殿挥下的高手灭杀了 经过半个月不断加固 林周城镇法的防御力 比之前强了十倍不止 并且 各处阵机中 都被陆明布下了大量的仙金和珍宝 能够提供海量的能量 即便没有人催动 也能自主进行防御 如此阵法 足以抵挡多位半部宇宙的攻击 这一日 陆明立于城墙 遥望远方 因为 他看到几道身影 正继续向着这个方向飞来 这几道身影 都来自下族 其中一个女子 长发梳成了马尾 身穿银色战甲 将凹凸有致的身材裹在里面 面容绝美 却又带着浓浓的阴气 犹如一位百战将军 银甲女子身旁 跟着三位身穿战甲的壮汉 此人都很狼狈 气息虚弱 战甲破损 血迹斑斑 此人这是在逃命 在四人身后 有人在追击 虽然只有两道身影 但却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这是两个半部宇宙 越马族的半部宇宙 陆明眼睛微微眯起 追击的两人 马头人身 赫然是越马族 越马族 为上族 是古华征殿麾下顶级的大族 古华征殿麾下 上族众多 但能与越马族比肩的 屈指可数 这还是他首次遇到十二征殿的半部宇宙 越马族的两位半部宇宙 速度极快 与前面四人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将军 你先走 我们拖住他们 一味壮汉低吼 不行 要走一起走 阴甲女子摇头 目光坚毅 一起走 我们都走不了 将军 前面是临州城 似乎还未破 你进入临州城 借助临州城的阵法 或许还能与对方周旋 几个壮汉接连开口 我说了 要走一起走 此地距离临州城不远了 我们联手 定能一起逃入临州城之中 阴甲女子斩金截铁 蕴含不可动摇的意志 三个壮汉 微叹一声 不再相劝 心里打定注意 就算是拼死也要保将军安全 哼 死 两个月马足半步宇宙冷哼 先力迸发 各自打出了一记仙术 梦 一声牛吼 二者的仙术 分别凝聚出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牛 巨牛踏空 虚空轰轰轰炸响 每一步踏下 虚空都在湮灭 微能极其恐怖 陆明误然 两个月马足 打出的仙术居然凝聚成两只巨牛 看起来实在有些违和 这是仙术与自身不匹配造成的 一起出手 挡住 阴甲女子浇喝 阴甲发光 手持银色长枪 向后扫出 三位壮汉 也怒吼出手 燃烧仙力 打出了最强一击 陆明看得出来 阴甲女子 有九遍仙王的修为 而三个壮汉 一人九遍仙王 其他两个都是八遍仙王 刺人联手 也无法抵挡两个月马族的攻击 哄 他们被两头巨牛冲撞 身体暴飞了出去 大口可血 大月皇朝的女战神 也不过如此 不过长得倒是正点 我都不舍得这么轻易杀了你 拿下你后 要好好爽一把 一个长着紫毛的马头人 黑黑冷笑 伸出长长的舌头一阵乱舔 口水流了一地 三个壮汉 都露出慕容 但云甲女子面无表情 低声道 不要理会 快走 他们借助巨牛冲撞之力 继续向着灵州城飞来 今日 你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两个马头人继续追击 然后又打出了一记仙术 再次凝聚出巨牛 冲撞向云甲女子四人 只是两头巨牛而已 但奔行之间 却犹如千军万马 天摇地颤 毁灭一切 云甲女子四人脸色难看 露出一丝绝望之色 他们本来已经受伤 再想挡住 太难了 这一波攻击之后 不死也要重伤 任人摆布 秋 忽然 周城之中 飞出了两道枪芒 刺向了两头巨牛 当当两声 枪芒刺在了两头巨牛的牛脚上 两持续了一个刹那 两道枪芒崩碎 但两头巨牛 也被阻当了下来 身体暗淡 自然是陆明出手了 当然 陆明并没有出权力 只用了一部分力量 之所以如此 当然是想通学对方的仙术了 打出的仙术被挡住 两个码头人眼神一宁 而银甲女子四人 则是大喜 临周城之中 有高手坐镇 能挡住两位半部宇宙联手的 绝对也是半部宇宙级别的强者 虽然 在他们的印象中 这座周城 是没有半部宇宙的 但是实摆在眼前 这座周城能够保存下来 没有被灭 多半是与这位半部宇宙有关 鼠被滚出来 两个码头人立鹤 再次打出仙术 这一次 仙术运用一遍 不再演化巨牛 而是演化出数千头小牛 每一头小牛 都如一柄仙锤 砸向了银甲女子四人 抓刷刷 陆明踏步而出 离开了周城 飞向了银甲女子四人 同时手中的长枪 不断刺出 每一道枪芒 都准确地命中一头小牛 每一头小牛 被此中都暴碎开来 两个码头人 目光锁定陆明 下足的半部宇宙 两个码头人心中一动 陆明以阵法锁住了自己的气息 两个码头人 并没有看出陆明的真实修为 下意识地将陆明当成了半部宇宙 纵然知道陆明的修为 他们的眼神中 依然带着冷冽的光泽 犹如上位者在俯视下位者 像是在看蝼蚁或者工具 真与世界 上族的地位 比陈族实在高出太多 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 而银甲女子四人 则是大喜 居然是下族半部宇宙 与他们同族 多半不会见死不救 我族这位前辈 以前从未见过 多半是一位隐修 四人暗中交流 第5803章女战神 杀 看到陆明只是一个下族 两个码头人在无顾忌 直接出手 打出了杀招 又有一头头牛的身影 自虚空浮现 冲向陆明 陆明挥枪抵挡 适当的保持与对方战力差不多 与对方周旋 暗中观察对方的仙术 略马族的仙术 也很简单 只是普通仙术 由一万多道仙术规则组成 大约数十招 陆明就全部洞悉 刷 陆明突然突进 临近两个码头人 然后大手一抓 两道利刃迸发而出 宛如开天之刃 展向了两人 这是 黑刃仙金 两个码头人大金 他们认出 这种仙术 乃是古华针殿麾下 另外一个上族 神诸族的镇族仙术 陆明一个下族 而且是竞争大宇宙的土著 怎么会施展黑刃仙金 容不得他们多想 黑刃已经杀到 他们拼命抵挡 但根本不敌 被黑刃批为两半 接着双手拍击而出 互相合拢 将两个码头人围拢在掌心 力量爆发 两个码头人惨叫一声 肉身被毁灭 只剩下仙魂 陆明如今每一身都融入了 两万五千种混沌奥义 战力比起在宇宙海的时候 不可同日而语 即便灵魂有裂纹 不能深层次的施展三位一体 肉身与仙魂难以融合 但就算只是仙力融合 威力也不是一般的半部宇宙 可以低档的 所以 对付两个一般的半部宇宙 轻轻松松 并且 陆明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两个码头人 用来用去 只有一种仙术 都快被镇压了 都没有施展防御类仙术 或者速度类仙术 只能说明 对方根本不会防御类的仙术 或者速度类仙术 只会一种攻伐类仙术 这有些不合常理 在宇宙海 那个半部宇宙 不是掌握多种仙术的 防御类 保命类的 速度类的等等 而且其中 绝对有顶级仙术 难道 真与世界的仙术 因为等级森严 大部分仙术都被十二至上 尊足掌握 还是因为 真与世界 缺乏仙术刹那间 陆明心里转过很多念头 多谢前辈相救 银甲女子带着三个壮汉 过来行礼 举手之劳 进城说话 陆明将两个码头人 镇压封印 带着银甲女子和三个壮汉 飞向了周城 没想到 刚进城 就引起了轰动 那是 女战神对 就是她 我看过她的画像 大月女战神 有传说她将会成为 大月最年轻的君主 柳晴 便是这位女战神的名讳 陆明默默点头 柳晴的年纪 并不是很大 却有九遍先王的修为 有机会成为 大月最年轻的女君主 一点都不过 女战神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州城被灭 为何黄都没有援兵女战神 你受伤了 怎么回事 难道黄都也 几位先军中的将领 前来拜见柳晴 然后询问情况 黄都被围了 水泻不通 岌岌可危 柳晴回答 脸色凝重 心事重重 什么 黄都岌岌可危 是幽于黄朝骂 一位真仙脸色大便 幽于黄朝 哪有这等实力 有位之强者插手 就如那种马头人 就闻所未闻 在竞争宇宙 从未见过这种生灵 柳晴道 难道是来自宇宙之外 几位真仙将领脸色难看 正常来讲 修为达到了真仙 想要离开所在的大宇宙 便不难了 更不用说仙王和半部宇宙了 竞争宇宙 群仙纵横 高手如云 但从来没有人离开 有可怕的力量 封锁住了大宇宙 即便宇宙通道大开 他们也难以离开 归被位之而又可怕的力量压迫回来 强行硬闯的话 甚至可能生死到消 竞争大宇宙的仙道生灵 都有一种感觉 他们像是活在一座牢笼之中 竟容易出来难 惊人的谈话 陆明都听到了 心里微微一叹 何止是牢笼 真相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残酷 黄都被围 我率领一批高手突围 想要寻找援兵 却遭到伏击 伤亡殆尽 若非这位前辈相救 我们也难以活下来 对了 这位前辈怎么称呼柳琴询问 我们也不知 这位前辈很低调 只知他的名会为陆石 与沈氏不足走得很近 一位真仙巅峰的将领轻声道 陆石 自然是陆明用的假明 既然沈氏不足以为他是仙石 那便以石为明 既然要避开天之族的追查 就要断开与宇宙海的一切关联 比如 不使用宇宙海的仙术 不用宇宙海的仙兵 还有明字 陆明之明 虽然很普通 随便一找千千万 但叫陆明之明的 修为又高的 就少见了 天之族的宇宙静之道后 会不会来查探 陆明不会冒这个险 虽然大概率天之族的宇宙静 甚至是始祖之族都进步来静真大宇宙 但陆明以后总要出去的 总要离开的 按照规则 试炼结束之后 所有生灵都要离开静真大宇宙 包括沦为工具的十二陈族 十二真殿的强者 甚至造物镜的存在 会亲自出手 清空进真大宇宙 然后重新抓来十二只陈族生灵 放入进真宇宙繁衍 为下一次试炼做准备 神是不足柳琴疑惑 一个很小的不足 人口只有数千 真先将领回答 又聊了几句 便没有多聊 柳琴四人受伤颇重 需要找地方疗伤 而陆明带着两个码头人的 仙魂回到了住所 逼问对方知道的信息 一开始很嘴硬 但陆明施展了一番手段之后 对方开始乖乖地 将知道的信息说了出来 可惜 与之前三个码头人所说的 大同小异 不过 这两个半部宇宙级的码头人 对十二真殿 特别是古华真殿的高手 比九遍先王更了解 详细说了古华真殿这一次 参加实验高手的信息 让陆明警惕 同为半部宇宙 战力也会天壤之别 两个码头人 只是最普通的半部宇宙 体内融入的混沌奥义 才一万种出头 而且掌握的先数又少 可以说是最垃圾的半部宇宙 战力还不如宇宙海的半部宇宙 宇宙海的半部宇宙 大多数融入的混沌奥义 也是一万出头 但掌握的先数多 第5804章超乎想象的实力 按照青天十祖的说法 半部宇宙的极限 便是融入十万种混沌奥义 一万到十万 这其中的差距就太大了 陆明询问 十二真殿 有没有融入十万种混沌奥义的强者 两个码头人都不知 能够融入十万种混沌奥义的 自古以来都不多 举世罕见 每一个后面都成为了一方雄主 威震真与世界 这一代的真与世界 即便有这种人 也不会轻易暴露 但两个码头人清楚地告知 十二真殿 肯定有融入的混沌奥义 超过九万道 融入的混沌奥义 进入九万道 会形成质变 战力暴增 在十二真殿 可谓真子真女 或者少殿 地位遵从 古华真殿在这个时代 有十大真子真女 明镇真与世界 全部进入了竞争大宇宙 听完之后 陆明对真与世界的半部宇宙 心里有个数了 强 强后无比 远远不是宇宙海能够比拟的 他现在推测 宇宙海的半部宇宙 融入的混沌奥义 大部分也是一万出头 最高不会有超过三万的 这里的半部宇宙 不能当成寻常半部宇宙 必须小心谨慎 该问都问了 陆明便将两个码头人的 仙魂镇压起来 慢慢磨灭 三天之后 柳晴带着三个壮汉来拜访 感谢陆明的向舅之恩 同时告知 他们这一次是寻找援兵的 大月皇朝 有十大君主 每一位君主 都统帅一支强大的先君 但通常来讲 只有五支先君驻扎在黄兜 其他五支先君 驻扎在各处 镇守大月边境 这一次 大月皇都被围 力量不足 他带人突围 就是寻找其他君主援助的 前辈公参造化 实力通天 乃我下族不是强者 能否和我一起回黄兜 共抗强敌 守护下族 柳晴道 陆明微笑的摇头 道 这边 有一万下族子 您需要我守护 男女姑娘离开了 陆明早就过了热血青年的年纪 岂会因为对方恭维几句 就脑子发热 沦为对方的打手 就算是美女也不行 我关这边 有绝强的先阵守护 一般半步宇宙 根本破不开 并无太大的威胁 而黄兜却岌岌可危 覆巢之下无完卵 若是黄兜被灭 此城恐怕也难保 还请前辈出手 相信整个大月 都会对前辈感激不尽 柳晴诚恳地道 但陆明只是微笑摇头 并不答应 面对十二针殿这等庞然大物 他力量太单薄了 况且 他的先魂伤势还没有恢复呢 另外 他还时刻被天之俗的宇宙 净追杀呢 他不想烫这趟浑水 见陆明始终不为所动 柳晴叹了一口气 阴气勃勃的眼神 终写满了失望 陆明的实力 深不可测 能够轻易镇压两个 半步宇宙的码头人 这等实力 超越了大部分的君主 在他心中 整个大月皇朝 能与匹迪的 不会超过三个 这样的人物 不能邀请一起去救援黄兜 实在太可惜了 最后 柳晴四人恭敬地告辞离开了 又过了三日 柳晴四人的伤势痊愈 正是向陆明辞行 黄兜危在旦夕 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 同时 柳晴再一次邀请陆明 依然被陆明拒绝 前辈 有朝一日 若需要晚辈帮忙的 可随时给晚辈传音 并不推脱 临走前 柳晴给了陆明一块传音玉符 然后失望地离开了周成 消失在天地尽头 陆明依然坐镇临周成 一边疗伤 一边加固周成的镇法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 他先浑上的伤势始终得不到好转 但周成的镇法彻底大功告成 他在临周成周围 布置了一座两亿四项大镇 耗费了大量的材料 此镇一旦遭到攻击 便会激发出两亿四项镇图 坚固不朽 半步难破 一个月了 不知道大越黄都之战如何了陆明思寸 他打算前往一关 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观察古华针殿的高手 战力有多强 当然 他不会三身一起前往 打算让一身前往 隐藏在暗中观察 若实力所能及 他不介意出手相助 若是敌手实力太强 他就不打算出手了 未来身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周成 向着大越黄都而去 此地去大越黄都 路程很远 但陆明依人行动 迅疾如电 没用多少时间 变到了 大越黄帝 比周成的更加浩瀚 广阔十倍 城墙乃是以奇特金属打造而成 刻满了玄妙的符文 符文闪耀 霞光漫天 化为仙阵 激发出汹涌澎湃的力量 轰轰轰 有人正在攻城破阵 轰鸣响彻天地 看来 大越黄都 比我想象的更强 并没有被攻破 陆明转过一道念头 他在身体上 鸣刻无锡锁深阵 身体都虚影 快速靠近大战的位置 稍一靠近 便感觉到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涌来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犹如星辰一般在前方浮现 好多高手 陆明微微一宁 他发现 正在攻城的高手中 半部宇宙的气息 足足有数十道 准确来说 超过了四十 九变先王 超过一百 此次试炼 参与的最低标准 就是九变先王 八变先王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因为实力太低 这么多高手一起攻城 居然奈何不了大越黄都的阵法 陆明也是有些惊讶 仔细观察大越黄都 大越黄都 被无穷符纹笼罩 能量沸腾 化为一尊巨大的身影 屹立于大越黄都上空 这道身影 身披黑甲 身有四足 头长尖角 通体黑雾弥漫 手持巨斧 就是这道身影 将大部分的攻击给挡住了 这大越黄都 好多高手 陆明仔细感应 隐约感应出 大越黄都中 半部宇宙的数量 达到十位 据说 大越十大君主 都是半部宇宙级别的高手 没想到都是真的 陆明暗暗心惊 听到是一回事 亲眼看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知道 竞争大宇宙 有十二个种族 而夏族 只是十二族之一 而夏族 又有十三个黄巢 单一个大越黄巢 居然就有这么多半部宇宙 在宇宙海 除了天之族 没有任何一个大宇宙比得上 排名第二的混沌大宇宙都比不上 第5805张华族攻城 绝强阵法 这个大宇宙 果然不一般 陆明刚进入这个大宇宙的时候就察觉到 这个大宇宙 混沌奥义交织 犹如脉络一般 形成奥义先脉 奥义先脉 犹如灵脉 神脉一般 长久滋养这个大宇宙 可让这个大宇宙的能量极其充沛 生机旺盛 让这个大宇宙的生灵 先天条件更强 更适合修炼 同时 天地间的能量非常纯净高级 隐约中运寒一丝丝真实之力 滋养整个宇宙的生灵 那时候 陆明就猜测 这个大宇宙的高手会非常多 如今看来 果然如此 大月皇朝 十大半部宇宙的高手 还有大量的先王联手 催动阵法 居然硬生生地抗住了古华真殿的攻击 古华真殿 一百多位高手 形态各异 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 其中一个种族 特别引起陆明的注意 因为这一族 在一百多位高手中 数量最大 高手也最多 虽然相隔很远 但其中几位 依然给陆明一种凛然的感觉 这一族 形态四人 却长着猪一样的鬓毛 生有獠牙 面目争鸣 华族 这边是真与世界十二至上尊族之一 创造了古华真殿的强大种族 大日子消伏法 其中一个有着紫色并毛的华族 身体表面 符文弥漫 周身悬浮着十二章符传 刷 符传散发耀眼的光辉 犹如九天神日在燃烧 给我破 这个华族嘶吼 眼睛充血 浑身骨障 浩瀚的先例 加持在符传中 轰轰轰 十二章符传集中在一块炸裂开来 化为滔天之力 将那一处的阵法轰得巨阵不已 深深的凹陷下去 就是现在 边上 其他几位华族高手 一起打出了几把先兵 先兵也迸发刺眼的光芒 撞在阵法之后自爆开来 几把先兵自爆外加强大的符传 终于硬生生的将阵法撕开了一道裂口 给我杀进去 一个长着黄金并毛的华族冷喝 顿时超过五十位高手 冲向了裂口 当然 华族未动 冲向前的 都是华族麾下的上族 按规矩 上族是有资格加入真殿 有资格参加这一次试炼的 而陈族和平族 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除非天赋逆天才有可能被真殿看中 选为尊族天骄的护道者 参加这一次试炼 这法虽然破开了一道裂口 但凶险未知 尊贵的华族 岂能轻易冒险 冒险自然是交给下面的种族 为了在华族面前表现 立功 有的人去冒险 转眼 就有二十多人冲进了裂口之中 眼看 就要冲过阵法 进入大越黄都城内 镇杀他们 大越黄都内 响起了一道威严的声音 接着 一口黑色的大钟 从天而降 将冲入阵法裂口的二十位高手笼罩在其中 同时 也将阵法缺口给堵住了 翁 大钟翁鸣 爆发恐怖的音波 同时大钟内部 有火焰弥漫 有雷霆闪耀 皆运含恐怖的毁灭之力 今刻间 又有好几位九辫先王炸裂开来 形神俱灭 不好 这座阵法 果然攻防一体 外可防御 内可杀敌 一个华族半部宇宙脸色难看 没错 那一口大钟 也是阵法所化 退 快退 支援他们撤退 几位华族高层下令 被困的高手 疯狂的轰击大钟 而外面没有冲进去的人 也在全力出手轰击大钟 连之前没有出手的华族高手 也一起出手 这种攻防一体的阵法 非常可怕 只要阵法完好 就算冲进城内 也会遭到可怕的攻击 阵法运转 可绞杀内部的敌人 终于 在古华针殿诸位强者的理应外合之下 将大钟击溃 困在里面的人逃了出来 从阵法裂口退出 而阵法裂口 也飞快如洞恢复 就这么一会功夫 刚才被大钟笼罩的二十多高手 就有六个九遍先王被击杀 化为解灰 退 长着黄金并毛华族下令 顿时 古华针殿一众高手 退得一干二净 一 是他 看来他找到了援兵 安全返回大月黄兜了 大月黄都内 人影床床 陆明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柳琴 当然 陆明并没有现身 他私存了一下 悄无声息地向着古华针殿 退走的方向而去 古华针殿的高手 在一条峡谷落脚 距离大月黄兜 十数万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存在来说 不算多远 陆明在峡谷外面停了下来 峡谷四周 不止有简单的阵法 这种阵法 对于现在的陆明来说 不算什么 陆明从峡谷侧方 悄无声息地穿过了阵法 来到了一处峭壁之上 隐藏在此地 在这处峭壁上 刚好可以将峡谷内的地貌 看得一清二楚 耳锅一动 便听到峡谷中传来谈话声 没想到 这下族的阵法 居然如此强大 攻防一体 我们这么多人连手都难破 一道冷峻的声音传来 蕴含熊熊暮火 不对劲 区区下族土著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阵法 的确不对劲 为了失恋的公平 当初十二针殿挑选 十二支陈族放入竞争宇宙 每一族 只给了他们几步 普通先经先术 只给了一种 先阵和基础阵法要绝 就算经过了 一千个恒星年的发展演化 他们也不可能演化出 这么强大的阵法 众人议论纷纷 你们说的不错 那座阵法绝对不正常 布阵的材料绝不一般 阵法演化的那道身影 蕴含真实的气息 那个长着黄金碧茅的华族道 真实的气息 你是说 他们布阵的材料 与真实有关 另外一个华族疑惑 嗯 绝对有宇宙镜的血肉 或者骨骼 用来布阵 提供能量 才能演化出 那尊可怕的身影 长着黄金碧茅的华族道 宇宙镜 镜真大宇宙 怎么可能有宇宙镜 不对 难道是那些机缘 这些下族 得到了那些机缘 另外一位华族高手道 声音中 带着火热与渴望 第5806章 机缘庙的 每一次试炼 即使相互交锋 收割陈族灵魂 夺取积分 竞争排名 也是获取机缘的机会 在放入陈族之前 十二真殿的造物净大能 会扫荡一遍竞争大宇宙 确保不留任何痕迹 影响十二陈族的繁衍 然后十二真殿的造物净大能 也会在竞争大宇宙 打造十二个庙的 这十二个庙的 被称为机缘庙的 乃是造物净亲手布置 对宇宙净之下的存在 是绝世大机缘 十二个机缘庙的 按照等级 分为一绝三上八动天 一个绝世机缘 三个上等机缘 八个动天机缘 毫无疑问 绝世机缘最佳 上等机缘次之 动天机缘最差 但就算最差的动天机缘 也让所有人试炼者 眼红和疯狂 还是那句话 那是造物净的存在打造 造物净的存在 就算留下一根毛 那都是无价之宝 这些机缘 是造物主给试炼者的奖励 当然 机缘也伴随着凶险 也要有这个实力和气运 才能有所得 不过 有时候在此繁衍的陈族 也会有人机缘巧合 得到部分机缘 这也算是自然繁衍的一部分 外面镇守的宇宙镜 是不会插手的 他们就是怀疑 大约皇朝是不是进入过某个机缘 获得了部分宝物 才能布置出那样强大的阵法 古华针殿的诸位高手 都眼神火热 若是能够攻破大约皇兜 拿下大约皇朝的人 逼问出他们是从哪里获得机缘的 那他们就发了 虽然每一次试炼 造物境的强者都会打造12个机缘庙的 但并不是都能被找到的 有时候一次试炼 个针殿高手加起来 连一半机缘都找不到 白白浪费 可是大约皇都的阵法如此强大 我们该怎么破除有人名声道 可惜上等机缘 福龙庙的开启 各大针殿最顶尖的一批强者 都去了福龙庙的 但凡有一位真子真女在此 要破此阵 也是一如反掌 不要说真子真女急的存在了 就算次一等的强者 要破此阵也不难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 若是我们能在个针殿 强者不在的时候 找到一个机缘庙的 我们的实力 能够迅猛增长 说到这里 众人又陷入沉默 只是眼中的火热的光芒 更浓郁了 讲要破阵 倒也不难 忽然 一道声音打破了沉默 众人的目光 纷纷看向说话之人 那个藏着黄金碧茅的华族 华族公子 你有办法破阵 有人问道 在华族 长着黄金色 并茅的并不比其他华族高贵 只是并茅颜色不同而已 但华族自身的实力够强 并且 华族还有一位大哥 战力无匹 乃华族真子之一 在整个真语世界的半部宇宙中 都是站在顶峰的存在 所以 众人对华族 是带着敬畏的 当然 华族神秘一笑 故作高深 享受众人期待的眼神 过了一会 才到 大越皇都的阵法虽然强大 但若是有人在里面与我们联手 主动打开阵法 那破阵 就很简单了 有人在里面和我们联手 你是说 大越皇朝的人有人思维敏捷 立马想到了这一点 不错 华族点点头 到不久前 大越皇朝的一位君主找到了我 欲要投降 为表诚意 他告诉我 大越皇都的阵法 一共有七处主要阵机 他掌控其中一处 时机一到 他会毁掉他掌控的那一处阵机 打开阵门 放我们进去 阵法的主要阵机 是核心 一处被破 阵法的威力就会大跌 如果真有一位君主配合 他们完全可以轻松破阵 但是 这会不会是大越皇朝的阴谋 故意派人乍降 引我们进去 里面却是陷阱 有人提出疑问 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疑虑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大可放心 那位君主 将他一半的仙魂交到我手里 若是他有一心 我心念一动 便可费了他 而且 到时候 我们可以派那些上族帅先攻打 若是有诈 死的也只是上族而已 华寻清笑道 好 如此可行 那就这么办 其他人纷纷点头 一点风险 还是值得冒的 各真殿的顶级高手都不在 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 一定要在各真殿顶级高手回归前 找到机缘庙的 讲到机缘庙的 众人的呼吸就急促起来 刚才那一战 对方怎么不配和我们破阵有人道 对方认为实际味道 让我们先洋庄攻城几次 降低大越黄都那些人的戒备心 再联手一举破阵 华寻道 具体时间 定在上面时候有人问 定在 华寻在说出时间之前 出于本能 目光扫十四周 六感向四周延伸 猛然 他眼中闪过一缕寒光 纵身而起 挥手展出了一道光芒 向着陆明展了过去 被发现了 陆明闪过一道念头 飞身急速后退 抢走 滑寻目光一冷 手掌凌空一抓 五道凌厉至极的进气 抓向了陆明 犹如五感长矛一般 快到了极点 陆明竭尽所能 也只能避过三道进气 翁 陆明震动长枪 在肩部融发之际 画出了一道圆弧 当当 两道进气 击中了圆弧 陆明感觉两股无可匹敌的力量从长枪袭来 长枪差点脱手飞出 陆明的身体 如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他受伤了 炮强的战力 陆明暗暗心惊 他现在虽然只是现在身 但身具两万五千种混沌奥义 并且无极心惊也取得重大突破 战力今非昔比 放在宇宙海的时候 斩杀半部宇宙也丝毫不难 但这样的战力 却被对方一招打伤 给陆明一种无法抗衡的感觉 当然 也有一点 陆明刚才并没有施展无极枪精 这种宇宙海的顶级仙术 很容易暴露 若是传出去 容易被天之族的宇宙净察觉到 但滑巡的战力也足够骇人 第5807章被围攻 抓 陆明深如闪电 急速向着外面冲去 这条山谷 无疑是龙潭虎穴 除了滑巡 还有足足40多位半部宇宙 其中有部分 实力也非常的惊人 若是被围住 必死无疑 架族 架族之人 居然敢跑到这里来偷听 找死 追 华族的其他高手 反应极快 化为十几道红光 急速向着陆明追去 而滑巡 立于虚空未动 手里却出现了一张大弓 他取下自己的一颗獠牙当作箭矢 弯弓搭箭 刷的一声 射了出去 箭矢犹如一道光束 划破虚空 所过之处 时空与法则好像都要湮灭 几乎只是刹那之间 箭矢就临近陆明 箭矢为射中陆明 陆明感觉眉心刺痛 仿佛被人用力剑抵在了眉心 陆明本能的感觉 若是被刺中 不死也要重伤 刷 陆明施展出万语虚空精 陡然从原地消失 出现在数万里之外 显而又显得避过了箭矢的射击 速度类的仙术 与弓伐类或者其他仙术 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没有特定的意象 施展出来 只是会让速度暴增 所以 万语虚空精 陆明还是敢施展的 不容易被认出 但那道箭矢 被陆明躲过之后 绕了一个弯 又向着陆明飞了过来 威力速度不减 陆明的身形如幻影 在虚空中不停地闪烁 连续避开了箭矢的好几次攻击 但其他华族的高手已经杀到 吃几位华族的半部宇宙 对陆明形成围困之势 打出了可怕的仙术 无庸置疑 至上尊足之一的华族强者 修炼的肯定是顶级仙术 吃几道仙术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向着陆明攻杀而去 轰 陆明猛然一拳轰出 一头巨牛浮现而出 雨离他最近的一道仙术碰撞在一起 一生剧烈的轰鸣 巨牛溃散 强大的力量 差点让陆明控制不住身体 好强的力量 这个华族融入的混得傲益 超过了三万种 陆明心念急转 身形不停 连续闪烁 避过好几道杀来的仙术 但是 这十几位华族强者 实力强的惊人 仙术不断地打出 笼罩八方 就算其他半部宇宙 都绝对避不开 会被轻易击杀 陆明不仅要躲避这些华族强者的攻击 还要躲避那一道箭矢 非常吃力 活动的空间 在不断缩小 必须要冲出去 陆明心里很清楚 必须要突围 与这些人拉开距离 若是一直被围堵 迟早要死 陆明脑中飞速计算 寻找突破口 这十几位华族强者 没有一个弱者 融入的混沌奥义 几乎都在三万道以上 这不得不让人惊叹 以前的宇宙海中 能够融入三万种混沌奥义的 趋值可数 明皇转世之前 可能达到 艳恒也接近 当然 这也和没有人指点有关 半部宇宙 是通往宇宙境的重要一步 但宇宙海的半部宇宙 都是在独自摸索 迷茫前行 无人指点 有数的几个宇宙境 如薛宇宙 三清道人 为了躲避天之族 根本不敢现身 而且让他们现身也没用 他们自己 也是误打误撞 已精彩绝艳的天赋 加上机缘以及积累 才突破的 他们的路 有唯一性 根本不适合大众 而真与世界 宇宙境纵横 造物境都不少 早已经形成了体系 半部宇宙的修炼 经验十足 有路可借鉴 自然之道融入混沌奥义的重要性 宇宙海中 虽然天之族 有六位宇宙境 还有两位十足之族 继承了造物主的部分记忆 或许知道的更多 但未必会传下去 陆明甚至怀疑 天之族两位十足之族 故意控制天之族的高手数量 天之族的两位十足之族 欲要吞噬造物主的力量突破造物境 而诞生的高手 可是要吸收宇宙海的力量的 间接的和十足之族 争夺资源 还有一点 天之族的宇宙境 最年轻的那个 都是在数万个恒星年之前诞生的 陆明有理由怀疑 是天之族的十足十足 在控制天之族的宇宙境数量 一直维持六个之数 一来 可以避免和他们争夺宇宙海的资源 二来 好控制 毕竟 宇宙境太强了 数量如果太多 就不好控制了 反正 六位宇宙境 帮他们掌控宇宙海 足够了 这些念头 只是在陆明脑海中一闪而过 下一刻 他就确定了突围的方向 轰轰 陆明双手如大鹏之翅摆动 分别发出了两种仙术 一头巨牛 顶着一道光刃 冲向了其中一个华族强者 陆明仔细感应 发现这个华族是十几个华族中最弱的 但最弱也是相对而已的 这个华族融入的混得奥义 也远超陆明 陆明若不施展自己的仙术 很难击败对方 所以 陆明暗中施展了无极枪精 一道犀利无比的枪芒 隐藏在巨牛头颅之中 巨牛踏空 一下子击溃了对方的仙术 撞在了对方身上 对方脸色大变 身体如皮球一般飞了出去 赤月马族和神诸族的仙术 他一个下族 怎么可能会施展月马族和神诸族的仙术 而且威力极其强大 早已圆满 怎么可能现场的华族 都吃惊不已 实际上 刚才陆明打出巨牛 就很吃惊了 陆明要的 就是这种效果 刷 他从缺口冲了出去 咻 一道箭矢 迎面飞来 直刺陆明的丹田要害 第二道箭矢 陆明脸色大变 简然 华旬暗中射出了第二道箭矢 似乎料到陆明会从这个方向突围 暗中隐藏第二道箭矢 突然袭击 打陆明一个措手不及 陆明的确措手不及 箭矢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陆明难以反应 危机降临 陆明全身的肌肉瞬间紧绷 先例与奥义自主运转 几乎是本能的像一侧移动 扑 箭矢射中了陆明的身体 不过总算避过了要害 陆明腰部炸裂 一大块血肉化为血末 将陆明的腰部炸出了一个大洞 但陆明速度丝毫不停 刷的一声向前冲出数十万里 与众人拉开了距离 第5808章约见柳琴 追 滑雪冷喝 阴沉着脸向着陆明急速追了下去 他第二道箭矢 以偷袭的方式 居然还被陆明毙了过去 让他很势不爽 最重要的 他对陆明充满了好奇 一个下足 而且还是被投放在竞争宇宙的土着 居然掌握了如此强大的速度类仙术 让他都眼红 关键是 陆明怎么会施展月马族和神诸族的仙术的 而且火候那么深 这里面隐藏了什么秘密 他都想知道 而想要知道这一切 首先要将陆明镇压 他带着滑足十几个半部宇宙的高手一路追击 但根本跟不上陆明的速度 很快就失去了陆明的踪迹 吃几个华族的高手 脸色都有些难看 没想到 下足土着 居然有这样的人物 看来不能小觑了这些陈族土着 你说的不错 但我好奇的是 这家伙怎么会施展月马族和神诸族的仙术的 难道是两族传给他的不可能 那家伙的仙术明显达到了圆满 没有漫长时间的修炼 怎么可能参悟到这番火候 还有一个可能 或许是上一届真权大会 越马族和神诸族留下来的 也不太可能啊 每次真权大会结束之后 诸位造物镜的强者 都会轮流扫荡竞争宇宙 清除一切痕迹 就是怕留下痕迹 让这些陈族土着知道了原因 有了戒备 不能正常繁衍 华族的这些高手议论了一番 却得不出一个结论 那家伙很可能听到了我们之前的谈话 知道有人暗中投靠我们 大月黄兜定然会做好准备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有人道 暗原计划进行 华寻道 目露金光 暗原计划进行其他人都露出疑惑之色 既然他们的计策都暴露了 还暗原计划进行 第一 那家伙只听到大月黄都有叛徒 但并不知道具体是谁 未必能揪出来 第二 他不知道我们联手出击的具体时间 我们还有机会 另外 像大凤皇朝那边传消息 将华石江调一两个过来 以防万一 华寻道 其他人点点头 此计确实可行 并且 如果华石江能来 他们的把握 会大很多 华石江 一共有十人 都是古华真殿半部宇宙中的顶级高手 实力最弱的 都比华寻强 最顶级的几人 都快接近真子真女级别了 这一次跟随诸位真子真女 进入了上等机缘庙的争夺机缘 但一半以上 并没有前往 而是在主持猎杀下族土着 收割灵魂 下族十三皇朝之一的大凤皇朝 就有好几位华石江压阵 他们返回山谷 继续商议 陆明一路飞行 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藏身了进去 扶下几滴仙药药液 开始疗伤 他腰部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有恐怖的毁灭之力 正疯狂的向着他身体其他地方钻 要毁灭他的肉身仙魂 还好 被陆明的仙力死死的压制住 陆明炼化仙药药液 浑身发光 腰部未止 发出痴痴痴的声音 最后一团毁灭性的能量 被陆明逼了出来 抓在了手里 混沌奥义数量 接近四万种 陆明低语 这团能量 蕴含滑巡的先例 从这团先例中 就能看出滑巡大概的实力 接近四万种混沌奥义 超过了陆明已知的任何一个宇宙海的半部宇宙 难怪拥有那等可怕的战力 陆明单独一生 绝非其敌 除非动用一切手段 比如超越极限的无极将军 逼出了这团毁灭能量后 陆明的伤势快速恢复 不久就痊愈 大月黄兜出了叛徒 如果大月黄兜不做好准备 必败无疑 陆明思考了一下 还是准备将这条消息告诉柳晴 他终究还是心软 陆明离开了此地 向着大月黄兜而去 大月黄兜 广阔无边 雄伟壮阔的城墙 一眼看不到边际 城墙弥漫光滑 始终被大阵笼罩 城墙上 时刻有先军在巡视 陆明拿出了一块传阴玉符 正是柳晴林走时给他的 七年一动 在传阴玉符中打入一道信息 刷的一声 传阴玉符飞了出去 大月黄都的阵法 对传阴玉符并不阻挡 因为大月黄都的人 也要时刻关注黄朝其他地方的战况 随时接收信息 传出讯息后 陆明安静的等待起来 不久之后 陆明就收到了柳晴的讯息 约他在某地会面 月朗星熙 乌云压顶 陆明无声无息的来到了 大月黄都北边的吴山之上 果然见到了柳晴 陆时前辈你真的来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做是大月黄都被灭的 看到陆明 柳晴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如今 大月黄都面临巨大的压力 如果有陆明这一尊大高手加入 情况会好很多 陆明也没有否认 道 我今日找你 是探知道一条重要的信息 关乎到大月黄都存亡 关乎大月黄都存亡 柳晴的脸色一变 民众起来 我无意中探听到 大月黄都出了叛徒 而且掌握了护城阵法的一处阵击 到时会毁坏阵击 打开阵门 放敌人进入大月黄都 陆明道 柳晴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道 护城大阵的主要阵击 只有七处 分别由七位君主阵守 难道 叛徒是某位君主 这绝对是天大的事情 君主 位高权重 不仅本身实力强大 还掌控先军 君主叛变 动摇国本 若不揪出来 大月黄都真的会毁于一旦 柳晴 并没有怀疑陆明所说的真实性 陆明当初还斩杀强敌 救了他们 根本没有理由骗他 前辈 知道是哪位君主吗 柳晴道 不知 关键时刻 我被发现了 只能退走 连他们动手的具体时间 也没有听到 陆明摇摇头 柳晴走来走去 思考对策 但他想了半天 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七位君主 都有嫌疑 但怎么查识个问题 松魂 无疑是最简单直接的 但君主何等人物 岂会让你松魂 真要那样做 叛变的可能就不止一位君主了 第5809张国诗试探 前辈 可有办法教我最后 柳晴向陆明头去求救的眼神 哀求道 不得不说 柳晴很有气质 有别样的风情 她被大月皇朝盛夏称之为女战神 将来可能成为最年轻的君主 身穿紧身轻薄战甲 将傲人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 头发扎成马尾 英姿勃发 但此刻却偏偏如小女子一般哀求陆明 这种矛盾的气质 让人很难拒绝 尤其是男人 其实陆明也没有打算拒绝 他打算和大月皇都联手 会一会古华真殿 本来他不想烫这趟浑水的 但看到大月皇都的阵法 他改变主意了 有这等强大的阵法 即便遇到强大无比的敌人 他也有时间从龙退走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从华询等人口中听到了 关于姬元庙的之说 大月皇都很可能与姬元庙的有关 姬元庙的 连古华真殿的那些人都那么渴望 绝对非凡 陆明如今仙魂难遇 唯有去碰碰姬元了 这方面 可以从大月皇都入手 我倒是有意法 陆明道 还请前辈赐教 柳晴露出惊喜之色 没想到陆明真的有办法破敌 将计就计 故作不知 让那个叛变的君主破坏阵机 打开阵门 放敌人进来 陆明道 柳晴花容失色 道 放他们进来 岂不是引狼入室 正合他们之意 他们高手众多 若无阵法 我们根本挡不住 他实在不明白陆明这样做的用意 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需要暗中改变护城大阵的布局 改变阵机所在 挖死为生 挖生为死 要让突破口变成死门 他们进来 便是找死 陆明道 护城大阵 乃大月皇朝历代阵法大师 有心力血联手打造 不断的加持 繁复无比 很难动一丝一毫啊 难道前辈有办法柳晴道 嗯 陆明点点头 大月皇都的护城大阵他看了 的确繁复 但历代布阵之人 最高也就半部宇宙 而陆明继承了三清道人的阵法传承 眼界堪比宇宙境 想要暗中改动 并不难 但需要阵法全途 我擅长阵法 但这么大的阵法暗中改动 不为人所知 必须要阵法全途 你若是将能护城大阵的阵法全途 给我参考 便没有问题 陆明道 这柳晴迟除 面色变幻不定 阵法全途 非同小可 关乎大月皇都生死存亡 若是陆明有一心 看过阵法全途后 那大月皇都微矣 怎么信不过我陆明道 他岂会看不出柳晴所想 前辈误会了 只是阵法全途是关重大 并且只掌控在皇都少数几人手里 晚辈即便想拿 也拿不到啊 柳晴道 没有阵法全途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而且你们要清楚一点 即便靠阵法 最终也是挡不住古华真殿那些人的公式的 对了 你们对古华真殿那些人了解多少陆明问道 我们曾拿下他们几人 探查出一些信息 知道他们属于古华真殿 来自竞争大宇宙之外柳晴简单的讲了一遍 他们了解的 大致和陆明了解的差不多 那你们也知道对方实力有多强了 若不能借助这次机会 你们内忧外患之下 能保住大月皇都吗 陆明只是淡淡的道 他该说的都说了 如果对方执意不配合 那他只有一走了之了 柳晴走来走去 脸色变换不定 显然是在挣扎 他明白陆明说的不错 原本古华真殿实力就强大无比 半步宇宙的数量 达到了40多个 唯有依靠政法才能对抗 现在又有了叛徒 如果不揪出叛徒 大月皇都的下场可以预料 实际上大月皇都没得选择 好我会先去说服我师尊 让我师尊与我一起去说服国皇陛下 柳晴终于做出了决定 随后就向陆明告辞 让陆明等他的消息 并且言道 如果他师尊和国皇不同意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到出政法全途 等等 这个给你 或许对你有用 陆明道 将一块玉石交给柳晴 这是西影时 他之前以西影时 记录了华询等人的对话 这对柳晴说服他师尊和大月国皇有用 柳晴先十一扫露出了喜色 化为一道幻影消失在夜间 陆明就在原地等待起来 并没有等多久 第二天深夜 两道身影出现在附近 除了柳晴 还有一个老者 慈眉善目先锋道鼓 陆明前辈 这是我师尊 大月国师 人称号首国师 柳晴给陆明介绍 见过道友 号首国师基手 见过国师 陆明也微微点头 他看得出来 对方是半步宇宙的修为 不过 半步宇宙 在陆明心中 不算什么 除非是那种融入了很多种混沌奥义的 但号首国师 显然没那个能耐 听晴儿说 道友实力高深 且擅长政法一道 刚好老夫也擅长政法 顿绝技仰 还请道友赐教 号首国师 客气的道 陆明一笑 这在他预料之中 怎么技仰切磋 无非是在试探 看看陆明到底有多少能耐 架足十三皇朝 半步宇宙就那么多 都知根知底 但陆明以前却从未听说 一来就要看政法全途 他们心里没敌也在所难免 请陆明道 道友小心 号首国师低贺一声 挥手间 飞出了十几张阵符 阵符发光 符文弥漫 化为一条条锁链 向着陆明缠绕而去 同时 号首国师脚步连踏 双手舞动 弥漫出无数的符文 方圆万里之内 顿时被一座大阵笼罩在其中 陆明神太轻松 伸出手指凌空点出 顿时 阵符所化的锁链土崩瓦家 接着 陆明脚步连踏 每一步 都像是踏在 号首国师所布阵法的要害上 只见阵法不断的震颤 陆明每一步踏下 阵法便会崩碎一脚 号首国师脸色潮红 先例涌动 凝聚符文的速度更快了 但任他凝聚符文的速度再快 阵法始终难以成行 这让他非常难受 第5810张内鬼现身 片刻之后 号首国师抖然收手 连续后退十几步 脸色一片潮红 差点吐血 在阵法一道上 他全程被陆明压制 拿捏得死死的 陆明在阵法一道上 比他强太多了 他终于相信 陆明或许真的能够无声无息 改变护城大阵布局 到有阵法高明 老夫佩服 号首国师再度激手 随后手中出现了一块玉符 郑重地交给了陆明 这便是大阅黄都护城大阵全图 陆明先十一扫 便知道无措 里面详细无比 将护城大阵的各处细节都 如何布置的 用到什么材料 都讲得清清楚楚 前辈 那我们进城吧 柳秦道 陆明点点头 一行三人 向着大阅黄都而去 路上 号首国师道 道友 陛下询问 除了改变阵法布局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准备 集中所有力量 到时 全坚古华真殿入侵者 陆明一简言该 等进入大阅黄都 陆明已经将大阅黄都的护城大阵了解透彻了 便立即开始布置 这一切 都是秘密进行的 柳秦国师等人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切照常 知道这件事的 其实很少 也只有柳秦 号首国师和大阅国皇聊聊几人 陆明手持大阅国皇的令牌 暗中行走于各处 偷梁换柱 改变护城大阵的布局 其实 也不是太难 只是改变布局 并不是拆了重新布置 库城大阵大部分不动 重点针对七个重要的阵机 前提是 阵法造译要足够高 站在高处俯视 洞悉一切 阵法如棋局 被陆明随意拨拢 不知道不觉 已经完成了改动 而无人知晓 陆明完成改动之后 已经是三天后了 这三天 古华真殿并没有再度攻打 估计是没有把握 不清楚与他们合作的内鬼 有没有暴露 经过了三天 他们确认 没有暴露 因为那位内鬼 已经暗中给他们传出消息 大阅黄都 没有任何动静 那个家伙 只听到有内鬼 但具体是谁 什么时候动手 都不知道 根本没法查 又或者 那个家伙 那天只是刚到 便被我发现 什么也没有听到 华询私存 毕竟 他灵觉无比敏锐 想要靠近偷听他们谈话 而不被他察觉的存在 少之又少 即便有 那也是融入了混沌奥义 远在他之上的 而陆明 显然不是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那就按原计划进行 让那些上族先行试探 华询做出了决定 一晃 又是三天 咚咚咚 忽然 战鼓声响撤大月黄兜 人影耸动 先军就位 远处 一道道流光 急速而来 每一道流光 都是一位高手 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古华征殿在大月黄朝的高手 几乎都出动了 还未临近大月黄兜 可怕的仙术就打了出来 化为渲暗的仙光 轰击在大月黄都之上 大月黄都的阵法启动 天空之上 浮现出一道庞大的身影 身披黑甲 身有四足 头长尖角 痛体黑雾弥漫 手持巨斧 轰轰轰 一道道仙光 落在了护城大阵之上 都被护城大阵挡住了 沙 喊沙震天 一百五十多人 却如亿万仙君 滚滚而来 势不可挡 陆明隐藏在暗中观察 大月黄都的护城大阵 的确强大 许多地方在发光 散发出惊人的波动 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陆明看到 黄都北方 有一团红泥 不断弥漫惊人的能量 其中 居然蕴含真实之力的气息 南方 有一截骨头 散发的能量更加惊人 同样也有真实气息流转 西方 东方还有黄都中央 都有类似的事物 在提供能量 所以 这座大阵 才能具有强大的威能 抵挡住古华真殿的攻击 看来 华循说的是真的 大月黄都 绝对获得了某种机缘 这些红泥骨头等 都与宇宙近有关 陆明心里转过一道道念头 古华真殿一开始是在试探 并没有与内鬼合作 等确认没有什么问题后 终于开始行动 轰 大月黄都南方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烟雾弥漫 灰尘扬起数万里高 那处城墙 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库城大阵 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一个重要的阵机 炸毁了 库城大阵运转不全 光芒快速暗淡 威力也在快速下降 君不悦 是你 你这个叛徒 大月黄都内 传出一声愤怒的吼笑 来自大月国皇 君不悦 便是大月十大君主之一 中年模样 面白无虚 身材修长 一副锐智的模样 实际上 君不悦在十大君主中 排名都是靠前的 以文武双全 足智多谋著称 大月国皇 好守博师 柳晴都没有想到 君不悦居然是叛徒 持实物者为俊杰 你们太看不清局势了 君不悦但莫的回应 带着一批心腹 斩杀驻守在那片区域的先军 而古华征殿的高手 也抓住机会 从缺口冲了进去 人数大约有一百 这一百多人 都是古华征殿中的上族 华族自身 并没有攻击 而失殿后 杀 灭了他们 收割灵魂 古华征殿一百多高手大喝 气势如虹 杀尽了缺口 那些先军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被不断收割 灵魂被收进了巨魂珠之中 好守国师 大月国皇等 律人抵挡 唐帝当车 古华征殿有人傲慢开口 他们有傲慢的资本 他们的半部宇宙 数量接近三十 而大月皇朝 才几个 虽然其他方向的君主 正快速赶来 依然不够 君不悦 受死 好守国师怒吓 打出了十几张阵符 但被两位赶来的 古华征殿高手轻松挡住 君不悦带人退入到 古华征殿之中 与古华征殿会合 一起猎杀 大月皇朝的先军 大月国皇 好守国师等人 带着大批先军 布阵抵挡 但依然不敌 节节败退 即便是其他君主赶到 也无济于事 古华征殿 胜券在握 不过 华循依然没有带人杀上来 第5811章 你敢因我 华族的高手未动 利于阵法之外观察 反正古华征殿的那些高手 占据绝对上风 他们急什么 如果那些上族能够灭了大月皇兜 那最好 如果大月皇兜还有底牌 也能将其逼出来 总之 他们自己不能轻易冒险就对了 华族的人未动 路鸣自然也不动 他的目的 是等华族入瓮 一举兼之 不过 大月皇都的人 马上要抵挡不住了 他们有其他底牌吗 路鸣思存 他觉得 大月皇都还有其他底牌 不然的话 应该要向他求救了 然而却没有 嗯 固然 路鸣的目光 看向了大月皇都深处 那里 有沉闷的压力弥漫而来 恍惚间 仿佛浓郁的乌云涌来 遮隆天地 东东东 地面轻颤 仿佛有一群巨兽奔袭而来 下一刻 黑雾涌动 一道道身影出现 不是什么巨兽 而是下族之人 只是这些人的状态极为特殊 长发如铺 眼神猙鸣 充斥着凶煞之气 浑身皮肤漆黑都黑铁 弥漫黑雾 数量 大约有三十多个 这些人嘶吼的杀入了古华征殿的高手之中 与古华征殿的高手 厮杀在一起 一时间 居然将古华征殿的一百多位高手给挡住了 这等战力 不仅让华循等人吃惊 连路鸣都大吃一惊 他猜测大月皇都还有底牌 但没想到如此强大 奇怪 犹如僵尸 却又不全向 路鸣仔细观察 灾食几个皮肤漆黑之人 通体宛如鲜兵 刀枪不入 无惧生死 打法疯狂 不顾自身防御 疯狂的厮杀 最关键的是 他们身上弥漫的那种黑雾 带有剧毒 古华针殿有些久变先亡 不小心沾染一丝 身体便以惊人的速度变黑 发出腐朽的味道 黑雾像是一种特殊的尸毒 勉强可以算作僵尸了 不明低语 灾食几个僵尸 自然也有强弱有弱 强的 甚至能压制一般的半部宇宙 弱的 也堪比九变先王 鸡声惨叫想起 古华针殿的几位九变先王 被撕裂而死 华巡等人脸色阴沉 华巡 我们要不要出手有人问华巡 感知呼其名的 在华族的地位也不低 再等等 那些上族只是一开始荒乱而已 等稳住心神 定能占据上风 不急 再看看大月皇都 还没有其他底牌 华巡道 他眼中的贪婪之色 反而更浓了 区区一个大月皇朝 能拿出这么强的底牌 就越说明大月皇朝找到了机缘庙的 果然 华徐所料的没差 古华针殿足足有一百多位高手 实力的确更强 只是一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才落在下风 甚至被杀了几个九变先王 但他们很快调整过来 几人对一位僵尸 顿时扭转了战据 并且重新开始战据上风 好守国师 大月国皇带着其他军主加入了战团 依然难以扭转败事 他们边战边退 渐渐退入黄东核心区域 沿路 留下了大量的先军尸体 看来 他们并没有底牌了 杀 华徐下令 当先冲了出去 他带着华族的高手 冲进了护城大阵的缺口 欲要和那些上族联手 一举击溃大月皇东 终于入局了 暗处入明眼中猛光一闪 手指连点 一道道符文飞入地下消失不见 同时 他的先写密码而出 渗透护城大阵那些重要的节点 嗡 护城大阵发出震颤 运行轨迹 开始改变 那个缺口 快速的消失 一口大钟 从天而降 向着华行等人镇压而去 不好 终继了 阵法没有被破坏 军不月背叛了我们 华族的高手 传出怒吼 而军不月脸露惶恐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破坏了一处重要的阵击 打开了阵法 按理说阵法威力大减 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都猛了 挡住 华旬大吼 千里沸腾 手持大弓 以獠牙为剑 射向天空 撞击在大中之上 其他华族的高手 也纷纷出手 以仙兵打出仙术 术十道仙光 连续不断的轰击在大中之上 当当当 大中震动 居然被震的向上飞起 君不月 你敢因我 找死 华旬手中 出现了一团魂光 之前 君不月为了取信华旬 证明自己是真心投降的 将自己一半的仙魂交给了华旬 华旬手里的这团魂光 就是君不月的一半仙魂 不 华公子 别中计 我没有背叛你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君不月大吼 脸色苍白 眼神惶恐 但华旬怎么会相信他 碰 千里涌动 用力一捏 华旬手中的魂光 被捏得爆碎开来 啊 君不月抱着头惨叫 细细快速的萎靡下去 背面了一半仙魂 他遭到了重创 修为狂爹 此时 陆明继续催动阵法 蜡口大中 继续继续朝着滑巡 镇压而下 全力催动护城大阵 大跃国皇的声音 传变了整座黄兜 在护城大阵的重要位置 还有大量的先军阵守 此刻 这些先军全力配合陆明催动护城大阵 矗立在大跃黄兜上空的那道身影动了 手持巨斧 对着那些上族劈了下去 这道身影 和那个大中 都是护城大阵的极致体现 外壳防御 内壳杀敌 威力都极其惊人 扑扑 战斧落下 两个九遍先王直接被批杀 连一位半部宇宙 都被批为两半 虽然没死 但也被重创 滑巡等人 依然全力出手 抵挡大中 而那些上族 也汇聚在一起 联手对抗那道巨大身影 他们一边要面对巨大身影 一边要对抗那些僵尸 非常吃力 节节败退 走 我们一起去催动政法 大越国皇和国师 带着那些君主和先军 飞向了护城大阵的各处阵击 有了他们的加入 阵法的威力增强了不少 北方的红尼 南方的骨骼等 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护城大阵 当 那口大中威力大增 击溃了华巡等人的反击 他们将他们镇压在大中之内 第5812章大阵之威 大中内 魔火纵横 闪电交织 拥有毁灭之力 要将华巡等人炼化 华巡等人竭力对抗 既出先兵先甲 配合防御先术抵挡 但部分九变先王 却扛不住 碰 一位华族九变先王 被闪电劈的炸裂开来 随后被魔火覆盖 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久便彻底被炼化 化为能量消散在天地间 卑微的下族吐着 你们敢杀我们华族英杰 你们当全灭 有华族的强者怒吼 露鸣冷笑 他早就知道了这次真权大会的规则 就是要猎杀自身保护之外的其他十一只陈族 收割灵魂 所以 就算他们不杀华族 华族的人也会想方设法灭掉陈族 灭杀陈族 收割灵魂 不仅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积分 还可以减少给予真殿的积分 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弃 所以 杀与不杀都没有区别 为什么不杀 大月皇都上空那道巨大身影 不断披出巨斧 披杀古华真殿那些上族高手 而陆明则是借助阵法之力 将那一口大中催动到极致 炼化里面的华族强者 阿 大中内 第二个九变先王华族被炼死 接着 第三个 很快 大中内九变先王等级的华族 就被炼死了六人 而那些上族更惨 九变先王被斩了十一个 就连半部宇宙都被灭掉了一个 古华真殿的所有人 脸色都非常难看 带着一丝惶恐 这样下去 不要说九变先王 就算是半部宇宙都要被灭杀 只是多花一点时间而已 冲过来 与我们里应外合 打破大中 再一起冲出去 华旬在大中内大吼 声音传了出去 他在命令那些上族 可是 那些上族虽然竭力想要往大中那里冲 但却被那道巨大身影给死死挡住 你们还不保留 还不全力以赴 若是华族因此损失惨重 你们都要陪葬 华旬的声音再度响起 只是异常的寒冷 拼了 拼命吧 那些上族的高手 咬紧牙关 开始燃烧先例 就算代价巨大 他们也只能拼了 华族的人不能死 不然就像华旬所说的 他们都要陪葬 上族 在面对贫族和陈族的时候 绝对是高高在上 宛如神龙与蝼蚁 但在面对至上尊族的时候 自身也和蝼蚁没有区别 在真与世界 在真殿中 至上尊族 才是主宰 一言可定各族存亡 燃烧先例 让战力大增 可是 黄东上空的那道巨大身影 力量实在太强了 他弥漫黑雾 头上尖角发光 四足宛如晴天之柱 疯狂的踏下 凶狂如魔神 最关键是 这道身的力量中 蕴含一丝真实之力 这真实之力来自红尼骨骼等 那口大中 也是如此 真实之力太恐怖了 只蕴含一丝 便可坚固不朽 无坚不摧 在陆明和好手国师等人的操控下 护城大阵 疯狂的从红尼骨骼里面抽取力量 威力越来越恐怖 仿佛有一尊可怕的先帝在复苏 砰砰砰 刹那间 就有十几个上族高手炸裂开来 有九遍仙王 也有半部宇宙 其中九遍仙王直接惨死 灰飞湮灭 半部宇宙也遭到了难以恢复的创伤 肉身残破 仙魂磨灭 奥义断裂 如果再来几下 也要殒灭 真实之力对于半部宇宙的毁灭力 可怕的超出想象 不国皇 国师 看在我多年劳苦功高的份上 放我一马 是我鬼迷心窍 我定痛逮前非 求求你们放我一马阿君不悦悲惨求饶 卑微如尘埃 在生死面前 什么君主的荣耀 半部宇宙的骄傲 都丢到九霄云外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为了活命 什么都肯干 不然也不会背叛大越皇朝了 但大越国皇 好守国师等人眼神冷漠 带着鄙夷 没有丝毫的留情 一支巨族踏下 将君不悦彩报开来 君不悦损失了一半的仙魂 早就半死不活了 哪里承受得住 直接被灭杀 当当当 上族的强者被阻 大中的威能却不断提升 发出震耳欲聋的钟声 钟声形成的毁灭音波 大部分击中在大中内部 连续不断有华族之人炸开 数十位华族 其中的九遍先王 近乎全灭 即便是半部宇宙 也承受不住 身体如此气 出现了一条条裂痕 该死 该死 华寻眼神争鸣 不断怒吼 脑海中浮现出露鸣的身影 这一次 他们反备将了医军 很显然是先做好了准备 不用说 肯定是陆明听到了消息 透露给大岳黄都的 他对陆明恨之入骨 如果没有陆明 他们的计策绝对会很顺利 岂有现在的损失 撑住 一定要撑住 我们之前就给 华石江传消息了 他们肯定很快赶到 等华石江赶来 就是他们的死期 华寻脸色争鸣得到 其他华族默默点头 开始燃烧先例抵挡 半部宇宙 生命力顽强 混沌奥义融入的越多 生命力越强 一丝一丝的混沌奥义 在他们的肉身先魂与先例中交织 密密麻麻 混沌奥义不灭 他们不朽 故城大阵杀伤力虽然惊人 但是想要灭杀这些人 短时间内很难办到 必须要长时间的炼化 不断的攻杀 时间飞逝 很快就过去了半个小时 支撑了半个小时 华寻等人 已经平临绝境 气息萎靡 先例损耗严重 傲益黯淡无双 一些实力不足的半部宇宙 都被灭杀了 至于九遍先王 更是死得干净 忽然 陆明的目光看向了大跃皇都之外 大跃皇都之外 有两道身影 急速而来 犹如镰道电光 直接冲向了护城大阵 轰 轰 故城大阵剧烈的震动 被攻击的地方 居然硬生生的被撕裂出一道裂口 浩墙 陆明心理巨阵 来的两人 也是华族 一人臂毛赤红色 一人纯黑色 举手投足 都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大跃皇都的大阵 都扛不住 也与部分力量用来镇压华寻等人有关 第5813章集域贞殿来人 赤华石江 华石江到了 我们有救了 华寻等人狂喜 华石江 华族十位战力及其惊人的半部宇宙 每一个的战力 都远超华寻 因为 华石江中最弱的 融入的混沌奥益 都达到了五万种以上 而来的两位华石江 融入的混沌奥益 都接近六万种了 两人联手 硬生生的撕裂了护城大阵 冲到了大中前 当 当 两人批出了先兵战刀 砍在了大中之上 大中巨阵 宛如气球一般凹陷下去 两个华石江的攻击力 犀利的惊人 起码超出了五万种混沌奥益 露鸣从对方的先例中 感受到密密麻麻的混沌奥益 脸色沉重 这样的存在 洪荒宇宙根本没有 绝对算得上半部宇宙中的巨无霸 当当当 两人连续出手 先兵战刀 不断的砍在大中上 刹那间劈出了九九八十一刀 大中终究承受不住 崩碎开来 炸成了一块块碎片 随后碎片化为光与消散 滑荀等人脱困 大口喘气 宛如溺水之人刚被救上来一班 两位华石将 连有丝毫停顿 又展出惊天刀光 将上空那道巨大的身影得挡住 好让那些上族的半部宇宙脱身 连续几道刀光 将那道巨大身影打得连退几步 大月皇都各处重要的阵机 大月国皇 好守国师等 脸色凝重 喷出自身鲜血 落在阵机上 刺激阵法 让阵法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同时 陆明也在全力操控阵法 天空中 又有一个大中开始凝聚 终生嗡鸣 散发惊人的波动 喉喉喉 灾食多个僵尸嘶吼不断 散发出更加惊人的气息 疯狂猙獰的扑杀响古华针殿的众人 退 先退 我们断后 其中一位华石江大喝 此人为酒江 另外一个 为石江 华寻等人心里一惊 看两位华石江的表情 难道连他们都应付不了这户城大阵 他们不敢停留 连忙向着被华石江撕裂的阵法缺口冲去 两位华石江断后 边战边退 凭借强大的战力 硬生生的护住了华寻等人离开了护城大阵 向着远方冲去 转眼消失在夜幕之中 可惜陆明微叹 两位华石江太强了 导致这一次未能奏全功 很快 大跃国师 好守国师带人各过来向陆明道谢 感谢陆明相救之恩 这一次 如果不是有陆明提前识破了对方的计谋 并且暗中改变政法布局 他们真的危险了 君不悦打开阵法 破坏了阵姬 失去了阵法的功效 他们的下场必然很凄惨 绝对挡不住古华针殿 我们乃同族 陆某理应出手 陆明微笑道 但大跃国皇等 依然千恩万谢 随后让人带陆明去休息 这大跃皇都 果然底蕴深厚 隐藏着秘密 在一座豪华的别院中住下 陆明沉思 不管是那些给护城大阵 提供支撑的红尼骨骼 还是那些僵尸都非同小可 这些力量 不应该出现在竞争宇宙下族的一个皇朝中 而且 大跃皇朝 有这股力量 为什么不出动灭掉忧宇皇朝以忧宇皇朝的果力 根本不可能是大跃皇朝的对手不 甚至下族其他皇朝 都不是大跃皇朝的对手 陆明越想越奇怪 现在 陆明对于竞争大宇宙越来越了解了 对于宇宙中十二支为了争权大会而投入繁衍的陈族 也越来越了解 以大跃皇都那些僵尸的实力 就足以称霸下族了 下族其他十二皇朝 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实力 但为什么大跃皇朝 还是偏安易于呢 按理说 在真权大会开始之前 在十二真殿的人进入之前 这个宇宙的生灵 是不知道自己只是别人试炼 别人收割积分的对象 所以 有实力 根本没有必要隐藏和低调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那些僵尸 不能离开大跃皇都 或许 您所说的机缘妙的 就在这大跃皇都之中 陆明眼中金光一闪 大跃皇都 某处隐秘的义士殿 大跃国皇坐于上手 唐下 只有好守国师 皇太子 以及两位君主 这两位君主 是十大君主中权力最大 同时也是出生皇族 现场的这些人 可以说是大跃国皇最信得过的人 陛下 古华贞殿又来两个帮手 且战力极度惊人 我怕他们还有更强的援兵啊 一位君主道 忧心忡忡 若是古华贞殿的高手不断前来 甚至更强者 他们能挡得住吗 只能派人深入的河沼泽了 唯有获得更多的红泥与蘑菇 不断加固与增强阵法 才能挡住他们 大跃国皇道 陛下 可是地和沼泽极其危险 我们远远没有探查清楚 继续派人下去 恐怕很凶险 好守国师道 危机时刻 大跃将亡 管不了那么多了 该有的牺牲 避免不了 大跃国皇做出了决断 那位陆时呢 好守国师在问 那陆时实力强大 高深莫测 不可尽信 但他毕竟是下族 与我们同族 绝对不可能是十二真殿的人 可继续将他留在大跃皇都 可成为我们一大助力 大跃国皇道 接下来几天 古华真殿的人 时不时的会出现在大跃皇都外面 肆无忌惮的扫事观察 每一次 都让大跃皇都如临大敌 精神紧绷 观察一阵 古华真殿的人便退走 但第二天又来 如此过去七天 每一天都是如此 难道 古华真殿在等援兵吗 如此只叹不公 不得不让人如此想 这一日 柳琴找到陆明 告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有人前来大跃皇都 自称是吉玉真殿座下 是来守护大跃皇都的 吉玉真殿座下 他们进城了陆明问道 真权大会 十二真殿 每一真殿都有要守护的陈族 因为那是他们的积分 保住对应陈族的数量越多 他们的积分也会越多 保护真殿所对应的要保护的陈族 猎杀其他陈族 这就是真权大会的本质 而下族的守护真殿便是吉玉真殿 第5814章真假难辨 只是 之前一直不见吉玉真殿的踪迹 现在却突然现身 让人心里未免起疑 他们是玉族陆明问道 吉玉真殿的主宰 便是玉族 真与世界十二至上尊族之一 不是 他们自称吉玉真殿做下上族 翡翠族 柳琴道 不是玉族 陆明眉头促起 他得到的消息 只知道吉玉真殿 是守护下族的 而玉族 是吉玉真殿的主宰 至于吉玉真殿 麾下有多少上族 具体是那些种族 他就不清楚了 万一这翡翠族 不是吉玉真殿的呢 而是古华真殿派来的 想要里应外合呢 国师 国皇他们相信他们陆明问 自然不信 但也不能不信 将他们拒之门外 师尊和国皇他们 也不好办 柳琴微微叹气道 陆明能够理解 因为大月皇朝 太需要吉玉真殿的帮助了 现在 大月皇朝只能被动的固守黄兜 放弃了各州疆域 放弃了无数百姓 就是没办法 不得已 如果能够得到吉玉真殿的守护 情况将大为改善 所以 如果翡翠族真的是吉玉真殿 他们因为怀疑 就将对方拒之门外 很可能就此失去了吉玉真殿的守护 走向灭亡 就算怀疑 也要将对方接近黄兜 因为他们堵不起 也不敢堵 怕就此措施强大力量的守护 但是 师尊和国皇 都不放心 时刻让人暗中盯着 若是不对 可立刻启动政法绞杀 柳琴解释道 陆明点点头 政法 是大越皇都最大的底牌 也是信心之所在 外可防御 内可杀敌 陆明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知道好守国师和大越国皇 都是老谋深算之辈 这一点他们肯定能够想到 柳琴告辞 陆明便去指点又又修行 但数日之后 柳琴再来 告知国皇与国师请陆明去商议大事 前辈 刚才 又来了一支队伍 也自称是集域贞殿麾下的上族 来守护大越皇都的 不过 不是翡翠族 路上 柳琴告知 脸上布满愁容 集域贞殿麾下 上族不止一支 又来一支也正常 他们之间认识麻陆明道 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里 国皇让两支队伍见了一面 两支队伍一剑变剑拔弩张 差点打起来 翡翠族 呵斥对方是假的 并不来自集域贞殿 而是古华贞殿麾下 而后面那支队伍 维赤金族 他们自称自己才是集域贞殿麾下上族 而翡翠族 是假的 而是来自古华贞殿 双方互相指责 我们很难判断哪一方是真 哪一方为假 所以才会找您去商量 柳晴道 有意思 陆明露出沉思之色 很快 陆明就随柳晴开到了义士大殿 除了大悦国皇与好守国师 另外六位君主都在 大悦皇朝 原本一共有十位君主 都是半部宇宙级别的强者 但有三位在外已经被杀 只剩下七位 除了君不悦 就剩下六位 加上好守国师 大悦国皇 还有一位皇室民宿 一共九位半部宇宙 全部在此 除了半部宇宙 还有十几位九变先王级别的将领 陆时道友 请坐 大悦国皇起身相迎 陆明微微汗手 便自作下 陆时道友 我们刚才商议 翡翠族与赤金族 必有一甲 现在的问题是 该怎么判断 哪一族为甲 哪一族为真 大悦国皇道 哦 为什么不能两支 对武都为甲 那人后演一场戏 被认为甲的一支退出 留下的一支 便能获得我们的信任 陆明道 大悦国皇与好守国师 眼中金光一闪 但并没有露出太意外之色 简然 他们也想到了这一点 刚才那么说 也只是试探陆明而已 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啊 诸位 可有良策大悦国皇道 目露愁容 哼 干脆全部拿下 搜魂一番 自然清楚了 一位脾气比较火爆的君主道 众人不知可否的一笑 这么简单粗暴 还用他说 他们想不到 关键能这么做吗 万一有一支队伍真的是急欲针殿的呢 这么做 不仅得不到急欲针殿的守护 还会彻底得罪急欲针殿 不如用一个折衷的方法 去诈他们一诈 我们可以分别派人 将两支队伍围住 对他们说 另外一方已经答应搜魂 并且搜魂得知 他们是假的 要震杀他们 若对方真的是假的 必定反抗突围 另外一位君主道 不妥不妥 不妥 陆明摇头 怎么不妥那位提方法的君主 看向陆明 你们应该清楚吧 我们下族 只是对方试炼的对象而已 在十二真殿的那些人看来 我们与牲口无异 他们高高在上 岂会让我们搜魂 所以即便某一支队伍是真的 用这种方法 也会惹怒他们 怒而动手 不可能让我们搜魂的 所以 依然难以辨别真假 陆明道 众人沉默 脸色阴沉 他们知道 陆明说的不错 他们在十二真殿的人眼中 真的和牲口 和蝼蚁无异 牲口或者蝼蚁 居然想去搜他们的魂 就算某支队伍真的是 急欲针殿坐下 也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会爆发大战 他们不由想起之前见两支队伍的场景 对方对他们的态度 都是一样 高高在上 带着冷傲之色 犹如神龙俯瞰蝼蚁 如出一辙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该怎么办 难道就等着他们在黄都内搞破坏 于古华针殿里应外合 破了大跃黄兜 那位脾气暴躁的君主大声道 剑场气氛凝重 现在可以确定 两支队伍至少有一支是假的 甚至都是假的 如果两支队伍都是真的 都是急欲针殿麾下 不可能争锋相对 有假的 就必须要找出来 不然 留在黄都内 就是定时炸弹 我倒是有一策 过了一会 陆明忽然开口 大跃黄眼睛一亮 看向陆明 道 道有有何良策 还望指教 第5815章明朗了 大殿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陆明 好奇陆明到底有何良策 让他们走 陆明道 让他们走 众人都露出疑惑之色 但有几人 很快就反应过来 露出了喜色 如大跃国皇 好守国师等 请他们离开大跃黄都 如果某一支队伍真的是急欲针殿麾下 他们会愤怒 会干脆的离开 如果是敌人的话 多半会不甘心 他们进入大跃黄都 多半是想要与外面的古华针殿里应外合的 肯定搞小动作 我们派人暗中盯着 道时 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一言可辩 陆明道 此既甚好 但依然会得罪真正急欲针殿的队伍啊 一位年老的君主道 我们只是请他们离开 只是表现的不信任他们 但站在我们的立场 不信任他们很正常 定位得罪死 有缓和的余地 陆明解释道 那如果两支队伍都离开呢 又有一位君主道 那不是更好 至少 将敌人送离大跃黄都 消除了隐患 其实此际 无非会造成三个结果 两方都离开 一离一流 两方都留下搞破坏 总之一句话 急欲针殿麾下的 即便愤怒 也不会留下搞破坏 留下搞破坏的 那就是敌人 可震杀之 陆明道 目光看向大越国皇 与好守国师 做决定的 是这两人 好 就这么办 大越国皇下了决定 此来想去 连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 唯一不好的 就是会稍微得罪 真正急欲针殿麾下的 但与消除隐患一比 这点代价 完全是值得的 大部分了时候 他亲自带人赔罪 接下来便是细节的商议 最后定下 一天后 由好守国师去请翡翠族离开 大越国皇亲自出马 去请赤金族离开 第二日 两人分别出发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并不是不相信你们啊 只是为了大越亿万子民的性命 还请上使理解啊 大越国皇和好守国师 最后都以这句话作为结尾 仗使若是有意 可在皇都有完一日 再离开不迟 两人说完这句话 便告辞离开了 之所以给对方一日 就是让敌人有时间准备的 大越国皇和好守国师 离开之后 翡翠族居住的殿宇中 碰 一位翡翠族的大汉 一巴掌将一张 以天星石打造的桌子拍得稀巴烂 该死的下族土著 居然赶我们走 大汉怒戎满面 真是朽木不可雕 烂泥符不上墙 难怪玉族各位大人 选择守护的下族皇朝 没有大越皇朝 我们好心好意 于心不忍他们被灭 来帮助他们 显然居然赶我们走 另外一人怒声道 有眼无珠 走 我们走 此地 我一刻也不想多呆 又有人道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 这样做也正常 他们见识有限 根本分不清我们与赤金族 哪一族才是真正来自极欲真殿的 只能将我们全部当成敌人 除非 我们让他们搜魂 你们愿意吗 其中一位女子道 这个女子 看起来二十多岁 半部宇宙的修为 是这一批翡翠族的领头者 名为翠心 让他们搜魂 怎么可能 区区下族土著 有什么资格搜我们的魂翡翠族 其他人都露出冷傲之色 他们可是上族 地位高高在上 在真与世界 仅次于尊族 区区陈族 蝼蚁一般的东西 还想搜他们的魂 如果传出去 他们被陈族搜魂 那他们就不用混了 会成为一辈子的污点 所以 明知道让对方搜魂 可自证清白 他们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陈族 没有这个资格 醉心姑娘 走吧 此地 我一刻也不想多呆 就是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反正 下族有十三皇朝 人口太多了 我们根本守护不过来 只能挑选几个重点的守护 其他的只能放弃了 其他翡翠族纷纷看向翠心 嗯 只能如此了 走吧 翠心点头 翡翠族一行十五人 不再停留 向着大越皇都之外而去 与此同时 赤金族也在商议 看来 大越皇朝是不管谁真 谁假 让我们两方都离开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是答应了 华石江的大人 要理应外合 破掉大越皇都的阵法的 现在寸功未利 就灰溜溜的离开 不但不会得到褒奖 说不定还会受到惩罚 不能就这么离开 现在 只能提前行动了 今夜动手 破坏对方的阵击 然后给华石江的大人传音 让他们一起动手 理应外合 最终 他们商议决定提前动手 此行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他们将立下大功 绝对能得到华族的重视 在古华贞殿的地位也会上升 压过其他上族 另外 他们如果离开了 再想混进来 就难了 机会不可施 施不再来 他们暂且按兵不动 等待夜幕降临 大越国皇与好守国师离开后 便和众君主以及陆明等人 汇聚在一起 暗中派人盯着翡翠族与赤金族 时刻观察动向 报国皇 国师 诸位君主大人 翡翠族的人 要离开了 已临近城门 一位将领前来报告 翡翠族要离开了 那赤金族 你大跃国皇脸色一变 连忙问道 赤金族毫无动静 平静如常 将领报告 明朗了 翡翠族 定然是真正来自吉玉真殿 是来守护我们的 而赤金族 定然是敌人 一位君主道 国皇 现在怎么办 有君主问道 去 去将翡翠族请回来 不 本皇亲自去赔罪 至于赤金族 继续派人盯着 不要轻举妄动 大跃国皇道 他们还是不能真正得罪 吉玉真殿麾下的上族 因为 大跃皇朝 太需要吉玉真殿了 没有吉玉真殿的守护 最后他们多半要威 谁知道古华真殿 还有多少高手 陆明并没有阻拦 他判断 翡翠族 多半是真的来自吉玉真殿 请他们回来 还可以让他们一起镇压赤金族 退一步讲 翡翠族如果是在演戏 他们也可以盯着 有什么异动 随时可动手镇压 第5816章 涅沙 他们掌握大跃皇都的护城大阵 就掌握了主洞 如果翡翠族和赤金族 都是假的 都来自古华真殿 定然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另外一方被灭 如果翡翠族能出手镇压赤金族 那翡翠族就完全可以信任了 大跃国皇带着一众高手匆匆而去 不久之后 大跃国皇带着众人返回 带着喜色 陆明知道 翡翠族多半是被请回来了 至于付出了什么代价 只有大跃国皇自己知道 时间飞逝很快 夜幕降临 一行人悄悄离开 向着城墙某处而去 这一行人 以符文笼罩自身 收敛气息 行走于黑夜之中 神不知鬼不觉 赫然是赤金族的强者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某处城墙 此地 是一处护城大镇重要的镇基 护城大镇 一共七处重要的镇基 只要毁了一处 威力就会大跌 之前 君不悦虽然毁掉了一处 但那一处被陆明转移了 所以君不悦毁掉那一处镇基 对镇法没有影响 但现在可没有转移 迅速出手 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毁掉这一处 再去下一处 只要连毁两三处镇基 大跃皇都翻手可破 领头的艺人给其他人传音 下一刻 他们出手了 他们出手很隐蔽 力量引而不发 十几把仙兵 眼看就要落在镇基之上 忽然 镇基大放光明 一个大中浮现而出 将十几道攻击全部挡住 同时 人影闪动 十几个赤金族的高手 围在了中间 等你们多时了 大跃国黄冷着脸出现 另外 慕明 好守国师 六位君主 还有翡翠族的人 也一同现身 中计了 十几位赤金族的高手 心里一沉 领头的艺人 通体赤红 脑袋尖锐如利刃 脸色未变 保持着平静 道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是来自极玉珍殿 你们小心自取灭亡 来自极玉珍殿 岂会暗中破坏震基今日 任你们巧蛇如簧 也要死 出手 当 大中翁明 向着赤金族的高手震压而下 雷霆火焰弥漫 瞬间将赤金族的高手淹没 赤金族 一共有十六人 其中半部宇宙有七人 九变先王有九人 此时 以七位半部宇宙为核心 九位九变先王辅助 匯聚在一起 气息交汇 凝聚成一把赤金战舰 横扫而出 将雷霆火焰劈开 随后当的一生 与大中对轰在一起 但大中翁明 不动如山 继续镇压而下 拼了 你们快走 一个半部宇宙级别的赤金族怒吼 身体极具骨障 赤红色的鲜光沸腾 直接以肉身冲撞向大中 轰 今天轰明爆发 这个赤金族的高手 居然自爆了 以自爆之力 将大中机的向后倒退 给其他人赢得了时间 分开走 给华石江大人传消息 领头的赤金族低贺一声 如电光一般向着某处冲去 其他赤金族 分散开来 朝着四方八方冲去 但此地 可是在大跃皇都之中 大跃国皇等人早有准备 只见烂天霞光弥漫 化为一道道可怕的光束 轰击向十几个赤金族 这也是护城大阵攻击的体现 吃五位赤金族的高手 刚分散开 就被挡住了 而那个大中继续镇压而下 这一次是对准领头的那个赤金族 同时 大跃皇都的半部宇宙和九变先王 也纷纷出手 配合阵法为杀赤金族 诸位上使 还请出手相助 绞杀大敌 大跃国皇对翡翠族的领头者翠心道 此举 也有试探之意 若翡翠族真的出手绞杀赤金族 那就说明 翡翠族完全可信 绝不是与赤金族一伙 在这些上族眼中 下族吐着如尘埃 绝对不会为了要拿下一个大跃皇都 和翡翠族演戏 牺牲十几位高手的 在他们眼中 哪怕大跃皇都的人都死光了 都不如他们一个人来的重要 赤金族敢假冒急欲针殿做下上族 里应出手绞杀 翠心岂能不明白大跃国皇之一 不过他不在意 是金族本来就该死 出手 翠心下令 当先杀了出去 他抬手打出了一座翡翠山 杀向赤金族一位半部宇宙 翠心的实力极强 融入的混沌奥义 超过了三万种 接近四万种 一身战力不弱于滑驯 尊族高手如云 但上族中也不乏顶级高手 碰 那个赤金族的半部宇宙不敌 被打得炸裂开来 接着一道光束落下 被磨灭了大半的身体与仙魂 接着翠心的攻击又到 如此几次之后 这位赤金族的半部宇宙 彻底被灭杀 翠心出手的同时 其他翡翠族的人也全部出手 翡翠族和大跃皇都合作 再加上护城大阵的配合 此战没有任何悬念 十六位赤金族连逃都逃不出去 一个接一个被绞杀 很快就剩下三个最强的赤金族 还在拼命抵挡 咚咚咚 忽然 战鼓声响撤大跃皇都 陛下 敌人攻城 速度极快 马上变道 一道交集的声音响起 诸位君主 立刻归位 执掌护城大阵 大越国皇当机立断的下令 轰轰轰 话音刚落 就响起了剧烈的轰鸣声 整座大越皇都 都剧烈的震动起来 哈哈哈哈 古华针殿的高手到了 你们必定被灭 一位赤金族的高手大笑 噗 翠心一拳轰爆了这个赤金族 而大越皇都的那些君主 已经回归各自位置 主宰护城大阵的阵眼 催动阵法 有了半部宇宙的加入 阵法威力大增 上空那道巨大身影气势 恢复战斧披向了东部方向 被攻击的地方 就在东部 陆明也身形闪动 落在某处城墙之上 这处城墙 也是一处重要的阵机 这处阵机 原来是没有的 被陆明暗中改动了 化为一处隐秘阵机 其他人并不知道 立于此处 陆明能够调动护城大阵的威能 既然躺了这趟浑水 陆明自然要给自己留下后路 至于剩下的几个赤金族 相信大越国皇和翡翠族的人很快就会搞定 第5817章盯上陆明 陆明立于城墙之上 举目远眺 古华真殿 这一次一共出动了一百多人 上次攻城 古华真殿损失惨重 九变先王全灭 这段时间显然来了援兵 一百多人中 有数十位九变先王 但半部宇宙的数量更多 超过了一半以上 陆明看到了华巡 还看到了上次最后就出华巡等人那两位高手 除了那两位高手 还有一个长着紫色鬓毛 中年模样的华族 实力更加的恐怖 比上次出现的那两人还恐怖一截 以这三人为核心 一百多位古华真殿的高手 如历刃一般刺在了护城大阵之上 黄东上空那个巨大身影 踢出的战斧被击碎 护城大阵的光照 也被刺穿了一道缺口 陆明运转先例 输入到阵机之中 增强阵法的威力 同时大阅国皇 好守国师也出现在护城大阵重要的位置 一起催动阵法 当大中如山岳一般巨大 对着古华真殿的人砸了下去 雷霆火焰汹涌澎湃 一声剧烈轰鸣 古华真殿的攻势终于被挡住 大中也向后飞了出去 被那道巨大身影抓在手里 巨大身影 一手持战斧 一手持大中 古华真殿的人连环轰下 这座阵法有意思 我来挡住 您门破阵 古华真殿那位长着紫色鬓毛 新出现的高手踏步向前 先力沸腾 打出了志强一拳 驱空狂阵 可怕的拳进 仿佛贯穿虚空 与大中和战斧 对轰在一起 静气肆意之中 大中和战斧上面 布满了裂痕 陆明瞳孔收缩 这个新出现的华族 战力简直强的不可思议 居然凭借一己之力 压制巨大身影 等于凭一己之力 压制了整座护城大阵 哈哈哈哈 华六将来了 你们死定了 此刻 最后一个赤金族疯狂大笑 下一刻被翠心一拳轰爆 先魂被镇压起来磨灭 居然连华六将都来了 这大月皇朝 多半要亡 翠心小姐 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 一位翡翠族的半部宇宙道 脸色极其凝重 华十将在宇宙镜之下 威名远播 早就传说 前五位融入的混沌奥义 达到了七万种以上 华六将融入的混沌奥义 就算没有七万种 也不会差太多 不急 这大月皇都 水很深 绝对藏着秘密 不然哪有如此强大的阵法 下族十三皇朝排名第一的 都没有如此强大的护城大阵 说不定 还有其他底牌没用动用 我们先等等看 实在不行再退走不迟 翠心道 见翠心这么说 其他翡翠族也没有再多言 当然 让他们上去 与华族大战是不可能的 华十将的战力有多强 他很清楚 并且还来自华族 急遇贞殿中 也唯有御族能与华族对抗 华六将一人压制 护城大政 另外两位华十将带着 华族的高手 撕裂了阵法光幕 杀进了大越皇都之中 吼吼 刺吼声传出 一群僵尸冲出 与华族大战 不过 两位华十将的战力 可不是划寻可比的 当一接触 就打爆了几只僵尸 大越皇都这边 节节败退 古华针殿的高手 成功的冲进了大越皇都 展开了猎杀 一个个去魂珠飞出 悬浮在空中 宛如地狱深渊 大越皇都内 但凡是准先以下的存在 灵魂不能自主 从身体中飞出 飞入聚魂珠之中 转眼间 就有数亿下族的灵魂被收走 该死 大越国皇 好守国师 诸位君主 还有那些真仙先王 看到这一幕 眼睛通红 恨不得冲杀出去 与古华针殿的人同归于尽 稳住心神 全力控阵 我们若死 大越皇都必灭 无数子民将命运于此 大越国皇大喝 众人稳住心思 不计后果的拼命燃烧先例 甚至燃烧傲益 增强阵法的威力 可是 即便阵法的威力增强 也依然被华六将死死缠住 没有余力对付其他人 华徐目光冷烈 四处扫视 先时更是无孔不入 忽然 他眼睛一亮 闪过猙獰之色 低吼小字 找到你了 上次绝对是你搞的鬼 我要让你求死不能 华循带着几个半部宇宙 冲向了某个方向 那里 正是陆明立足之地 华循天赋异禀 灵觉极为敏锐 不然上次也不可能发现 陆明暗中窥探了 刚才 他也很快找到了陆明 他上次大败 差点生死 让认定是因为陆明 所以他将陆明恨之入骨 攻入大越黄都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陆明将之镇压 激人速度极快 转眼就来到陆明进前 华循很果断 直接出手 打出了强大的仙术 化为一道刀光 披斩陆明 陆明双手舞动 调动阵法的威力 将刀光挡住 调动阵法 你这边调动阵法 整体阵法的威力就会减弱 等华六将破了阵法 你们死的更快 华循冷笑 破坏陆明的心境 攻势却丝毫不停 与另外几位华族半部宇宙联手 对陆明展开狂风暴雨的攻势 陆明继续调动阵法的威能抵挡 以他独自一身的修为 绝不是华循的对手 不过 就像华循所说的 陆明这边调动阵法的威能 另外一边对抗华六将的巨大身影 威力便会减弱 被压制的不断后退 嘿嘿 看你能调动到几时 华循冷笑 陆明果然露出犹豫之色 减少调动阵法的威力 挥手打出了几张浮转 化为雷霆剑光等 攻向华循等人 但浮转威力有限 被华循等人轻易破开 饺子 坏我好事 今日你的结果已经注定 我要收割的你的灵魂 将你的灵魂放在鲜火中炙烤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华循目光冷烈 接连开口 不是他口嗨 而是如此说 可以打击陆明的自信心 扰乱他的心境 更好的拿下 陆明很配合的露出一丝金句之色 继续打出浮转 华循根本没有将陆明的浮转放在眼里 批出几道刀光 将浮转批开 忽然 其中一道浮转批开后 飞出了一小团红泥 飞向华循 华循脸色狂变 感受到致命的危机 第5818章6将重创 华循 还有和他一起的几位华族半部宇宙想要躲避已经晚了 红泥似箭 如雨点一般落在他们身上 啊 当即 几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因为 红泥中有一种恐怖的力量 能够腐蚀他们的血肉和仙魂 甚至奥义都在快速腐朽 转瞬之间 华循和另外几个半部宇宙 就变成了一具像是腐朽了一万年的腐尸 并且情况在急剧加剧 该死三位华石将的脸色都是巨变 除了华六将外 其余两位华石将 都快速的向着陆明这边冲来 华循的身份 非同小可 他的大哥 乃是古华真殿的一位真子 融入的混沌奥义超过了九万种 融入的混沌奥义 每增加一万种 实力都会提升一截 但一旦达到九万种 会形成质变 实力急剧提升 在真与世界 融入的混沌奥义达到九万种 才算得上站在了半部宇宙的顶峰位置 这种人 甚至有能力与老牌宇宙竞正面交锋 碾压魂一鹤那种不在话下 华循死在他们面前 他大哥若是怪罪下来 他们都要受到惩罚 但是现在想救 已经晚了 那种红迷恐怖的超乎想象 让我大哥替我报仇滑巡发出一声不甘且怨毒的嘶吼 整个人化为一滩暗泥 落下了地面 好厉害的红迷 这红迷 绝对是宇宙静落下的 陆明自己 心里也是惊叹一声 这红迷 自然是大月皇都用来不知户成大阵的那种红迷 陆明改动阵法的时候 暗中收取了一点 封印在福传之中 果然派上了用场 眼看 两个滑石将急速而来 陆明一挥手 又是几张幅转飞出 向着两个滑石将飞了过去 两个滑石将脸色一变 迅速的后退闪避 刚才滑巡等人怎么死的 他们看得很清楚 那种恐怖的红迷 他们也没有把握抗住 陆明身形一闪 从原地消失 那种红迷 已经用完了 想要封印那种红迷 可没有那么简单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封印了一点点 没有红迷 傻子才和两个滑石将正面交锋 他单独一身的实力 比起滑石将相差很远 正面交锋 恐怕瞬间就会被镇压 眼看局势恶化 古华针殿 古华针殿四亿收割下足灵魂 大月国皇终于露出果爵之色 父皇 只能对不住你了 大月国皇一咬牙 拿出了一块玉符 输入仙力 顿时 玉符发光 传出了某种特殊的波动 吼 大月皇都深处 传出了一声恐怖的嘶吼 接着 魔气弥漫 一道身影快速的冲出 弥漫可怕的威压 这也是一具僵尸 样貌与大月国皇有几分相似 是先皇 他老人家不是在与幽与皇朝的大战中战死了吗 怎么还在难道先皇为死先皇的状态不对 犹如僵尸 没有灵志 大月皇朝的很多人吃惊不已 这具僵尸便是大月国皇的父亲 大月皇朝上一任国皇 在久远的过去 与幽与皇朝的大战中重伤垂死 返回大月皇都之后 便将皇位传给了现任国皇 然后进入皇多某个重地 从此再没有出现 所有人都以为 上任国皇伤势太重 早就陨落了 没想到 规划为这幅模样再现 上任国皇嘶吼不断 魔气滚滚 疯狂争鸣 铺击向两个华石江 两个华石江无惧 打出了仙术 欲要披杀这具僵尸碰碰 两声剧烈轰鸣 两个华石江身形击退 身上的骨骼 传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身上被一层魔气笼罩 拼命的往他们身体里钻 两人轻喝 心力连环爆发 才将魔气逼出了体外 这么强不仅是大月皇都和古华贞殿的人 连路明都大吃一惊 这后面出现的僵尸也就是上任国皇 居然能力敌两个华石江 战力简直恐怖 不合常理 后上任国皇无痛无绝 继续扑杀两位华石江 他的攻击简单直接 没有太多花哨 威力凌厉无比 随意一击 魔气森森 拥有轰杀普通半部宇宙之威 两位华石江凝神应对 但居然不敌 被完全压制 节节败退 扑 华九江一条胳膊被撕裂了下来 鲜血四剑 走 两人急速后退 退向华六江那边 你们来抗住阵法片刻 我来灭杀这一尊僵尸 华六江到 九江与石江联手打出仙术 还有古华贞殿的其他高手 也退出与两位华石江联手 共抗阵法 华六江冲出身来 杀向上任国皇 华六江的战力 比支九江十江 强出太多 一招之下 就将上任国皇打得向后暴退 手臂严重变形 华六江攻势不停 欲咬一鼓作气 毁灭上任国皇 然后破除阵法 彻底灭掉大月皇兜 父皇 永别了 大月国皇露出悲痛之色 一咬牙 用力一捏 那快玉浮碰的一声炸成了碎片 上任国皇 发出一声惊天长笑 魔器突然暴涨 他的身体也炸裂开来 化为无穷魔器 魔器化为一道魔器之柱 冲向了华六江 华六江感觉到危机 催动先兵 全力打出了一击 想要击溃魔器 接近七万种奥义 于先例中交织 爆发起来 微能异常恐怖 但却没能将魔器彻底击溃 大量的魔器 冲击在华六江身上 钻进了他的身体中 华六江的病毛 顿时变成了漆黑色 身体也快速变黑 噗 华六江吐出了一口漆黑的鲜血 宛如魔器液化而成 退 华六江低吼一声 飞速地向着大月皇都之外冲去 那种魔器太恐怖了 蕴含真实的力量 他纵然融入了 接近七万种混沌奥义 也抵挡不住 若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全力将魔器逼出 他将会被魔化 死于非命 看到华六江疯狂地向着外面逃走 其余人哪里敢停留 也纷纷冲出了大月皇都 转眼消失在天边 这一切 发生得非常突然 大月皇都的人 一时间没有缓过来 第5819章积分规则 父皇 大月国皇老泪纵横 对着某个方向跪拜了下去 片刻之后 才缓过神来 揪补阵法 全力戒备 大月国皇下令 陛下 刚才那是先皇有先君将领 迟疑地问道 不错 大月国皇点点头 可是 先皇他那位将领道 此事后面在意 诸位先回去疗伤恢复 将状态保持在巅峰 对方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卷土重来 大月国皇道 大月皇都 果然有更强的底牌 居然能够重创华六江 翡翠族的翠心道 这有些不可思议 这大月皇都 绝对有秘密啊 很可能有机缘庙的有关 不然 大月皇都 不可能拥有这么强的力量 我们要探查清楚 翡翠族的人暗中商议 他们之前本来打算退走了 但看到大月皇都展露底牌 重创华六江之后 他们打消了退走的念头 选择留下来 过一会去拜访拜访这位大月国皇 翠心道 半日后 大月皇朝的高层齐聚一堂 当然还有陆明和翡翠族的强者 众人商议后续的应对之法 他们都很清楚 古华征殿定然会卷土重来 华六江强大无比 虽然被重创 但未必会就此陨落 下一次再来 定然是雷霆风暴 古华征殿对于大月皇都来说 那是洪荒巨兽 惊涛骇浪 大月皇都就像是大海中的扁州 随时可能会被滔天巨浪吞没 大殿中气氛极其凝重 特别是大月皇朝的人 脸上充满愁容 大月皇朝 该何去何从 翠心道友 按照征权大会的规则 吉玉征殿不是要守护我们下族吗 怎么不见吉玉征殿的强者来我大月皇都镇守 翠心道友能否换来一些吉玉征殿的高手 大月皇看向翠心道 带着一丝哀求之色 翠心带着十几个匪翠族 只是吉玉征殿麾下的一个上族而已 而且才十几人 明显不是匪翠族的全部 关键慧 吉玉征殿的主宰 玉族的高手 一个都不见 那就要看你们的诚意了 翠心道 嘴角带着一丝莫名的笑意 道友这是何以大月皇道 到现在 你还不将你们大月皇都的秘密说出来 以你们大月皇朝的实力 原本不应该拥有那么强大的阵法 还有那些僵尸 实力也超乎寻常 不是你们能炼制出来的 翠心道 大月国皇 好守国师等人脸色未变 但内心却转过一道道念头 陆明一看就知道 大月国皇等人在迟疑 关于珍宇十二珍殿和珍权大会 想必你们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们知道十二珍殿在珍权大会中具体的积分规则吗 翠心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反问了一句 猎杀其他珍殿守护的生灵 收割灵魂 获得积分 一位君主回答 只是其一 翠心点点头 到一千恒星年之前 在上一次珍权大会结束之后 十二珍殿的爵士强者 会出手抹除这个宇宙的一切痕迹 然后选择十二个陈族 数量 实力都差不多 放入这个宇宙任其自行繁衍 每一族只给基础的正法法门和几步差不多等级的先数 在繁衍的过程中 外部力量不能干预 经过了一千个恒星年 十二个种族发展壮大 彼此攻伐征战 形成如今的格局 有的种族变得强大无比 成为这个宇宙的霸主 有的种族 却平临灭亡 苟延残喘 而十二珍殿 有一个原始积分 原始积分 是按照所守护种族的生灵多少 实力强弱来定的 也就是说 所守护的种族实力越强 对应珍殿原始积分 就越多 反之越少 如果某个种族在这一千个恒星年中被灭了 那对应珍殿的原始积分 就为灵 十二珍殿要做的 就是守护自己的原始积分 再加上收割其他种族的灵魂 获得积分 两者相加 便是总积分 众人恍然 难怪十二珍殿 都要守护自己对应的种族 原来 关乎积分 守护种族活下来的生灵越多 它们的积分也会越多 如今 夏族实力强大 拥有十三皇朝 为竞争宇宙最强三族之一 这对于极欲珍殿来说 非常有力 但也是巨大的压力 最新继续到 夏族强 那就有种族弱 所对应的珍殿原始积分少 它们自然就要四处疯狂猎杀其他种族 比如古华珍殿 就是如此 它们所守护的角族 实力排名靠后 数量不多 古华珍殿的原始积分也少 自然要猎杀其他种族 那些强大的种族 数量众多的种族 就成为了它们的目标 我告诉你们 如今 好几个珍殿 都盯上了夏族 极欲珍殿想要同时守护夏族十三皇朝 根本不可能 力量分散 只会被逐个击破 所以 极欲珍殿只能将力量集中 守护其中几个皇朝 大岳皇都的人 脸色变得苍白 很显然 大岳皇朝 不在极欲珍殿 选择守护的目标中 换句话说 就是被放弃了 据我所知 极欲珍殿 一共选择守护了五个皇朝 另外八个 无能为力 现在大多被灭了 生灵死绝 你们大岳皇朝 较为特殊 居然存活了下来 但是 想要让极欲珍殿分出力量来守护你们 你们就要展现出你们的价值 只要有价值 极欲珍殿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 中卫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脆心道 脆心道 有言之有理 是我执拗了 若是大岳皇朝被灭 那守着那个秘密 又有什么用呢 大岳国皇苦笑一声 道 没错 在大岳皇都下方 有一个奇妙之地 我们布阵的材料 如那种红泥和骨骼 便是从那里获得 还有 那些僵尸 也是因为那个地方 才拥有那么强的战力 不过 我们的实力不足 只探索了一小片区域 不敢深入 危机重重 快带我们去看看 最新眸光明亮 有些迫不及待 陆明也露出好奇之色 大岳皇都下方 真的有一个机缘妙的吗 第5820章沼泽与雪人 诸位 请 大岳国皇显然想通了 不再死守着秘密 留下几位君主在外戒备之外 带着其他人向着大岳皇都重地而去 此地 有重重阵法覆盖 在重重阵法之中 有一个地洞 一直通往下方 隐约中 有淡淡的魔气弥漫而出 被阵法挡住 众人跟着大岳国皇 从地洞往下 深入数万里 看到了一条河流 这是有人低呼 因为 河流散发善人的气息 让人的皮肤不由紧绷 感觉到可怕的危机 河流的河水 漆黑如墨 不知何处流来 也不知流向何处 这种河水 非常恐怖 先王瞻之都要死 我们不振所用的红泥河骨骼 就是从河流上游飘来的 被我们打捞起来 大岳国皇道 那些僵尸呢 怎么来的一位翡翠族的高手问 那些 其实都是我大岳皇朝历代的先辈 大岳国皇露出悲哀之色 道 他们曾经与其他皇朝征战的时候 重伤垂死 自知无救 留下部分先魂交给我们 残魂与肉身自愿进入前方某个魔池之中 被魔器浸染 化为僵尸 前方的魔池河流的尽头是什么脆心道 河流的尽头 是一片无际的沼泽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的探索 也只不与那里 大岳国皇道 众人一边聊 一边沿着河岸 向前而去 大岳前行了数百里 便走到了河流的尽头 果然 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沼泽 沼泽密布大大小小的水坑 水坑的水流汇聚在一起 便成了河流 呲呲磨气蒸腾 严重阻碍视线 让人难以一眼望到尽头 仿佛无边无际 同时增添了神秘的诡异感觉 再往前就非常危险了 随时随地 都会有一种可怕的雪人冲出 极度可怕 会吞噬生灵的血肉仙魂 寻常半部宇宙都不是对手 大岳国皇道 却仁翠心等人露出好奇之色 大岳国皇郑重点头 既然来到这里 岂能不叹一叹 翠心道 一来 他们要确认这里是不是十二个 奇人妙的的其中一个 这样才好向极玉珍殿的高手汇报 如果是假的 冒然上报上去 让极玉珍殿的高手白跑一趟 而影响到其他皇朝的战局 那将是大罪 二来 如果真的是某个奇人妙的 他们岂能不先探查一番 等极玉珍殿的高手到了以后 他们只能喝汤了 诸位 切记不可深入 真的非常危险 大岳国皇知道阻拦不了众人 只能苦口婆心的劝戒 走 醉心一挥手 带着翡翠族的高手 冲进了沼泽之中 路鸣自然不会退后 这等机缘妙的 他不可能错过 大岳国皇无奈 只能带着好手国师和几位君主跟上 沼泽地处处散发腐朽的味道 泥土漆黑 泥漫思思黑色魔器 具有可怕的腐蚀力 需要时刻以先力抵挡 他们先时散发出去 发现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压制 甚至腐蚀 传来阵阵刺痛 同时 他们感觉整片天地 无时无刻的传来沉闷的压力 仿佛有一尊恐怖的存在 在盯着他们 此帝国非寻常 极有可能是一处机缘庙的 一位翡翠族的高手 对翠心传音 再看看 我们要确认清楚 翠心回应 他们凌空虚度 深入沼泽数千米 经过了一个直径百米左右的水池 这个水池的水 漆黑之中 带着一丝血红 散发惊人的磨煞之气 让众人都感到心惊 我们那些受伤过重的族人 就是自愿进入这个磨池 常年经磨煞之气浸染 才化为那种僵尸的 大越国皇道 同时告知 修为越强的人 化为僵尸就越厉害 他的父皇 当年就达到了半部宇宙之境 并且在半部宇宙中都属于强者 化为僵尸后 拼死一击 才能伤到华六江 众人对着磨池细细打量 果然觉得不凡 细看的话 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这下面 有东西 脆心眸光如电 钉着磨池 挖开试试 翡翠族的一位半部宇宙 规手打出一把翡翠小刀 乃是仙兵 翡翠小刀急速旋转 冲向了磨池 哗啦啦 吃水泥土翻飞 很快被挖出了一个大坑 深达数百米 忽然 空 磨池之下 冲出了一股惊人的磨煞之气 冲击在翡翠小刀之上 翡翠小刀卡查一声 断裂成好几节 那位操控翡翠小刀的半部宇宙 脸色苍白 一口鲜血吐出 快走 大越国皇大喝 带着号手国师等人急速后退 因为 磨池中的磨煞之气 再快速扩张 要将众人笼罩进去 翡翠族的人 也急速后退 陆明自然很早就退了 好在 磨煞之气扩散到一定范围 便没有继续扩张了 并且慢慢收敛回去 一节古陆明低语 刚才磨池被挖开的一瞬间 他隐约看到了一节漆黑的骨骼 躺在磨池下面的烂泥中 那惊人的磨煞之气 便是那一节骨散发出来的 蕴含真实的气息 那是宇宙镜的骨骼 最新低语 眸光明亮 略发确认 这个地方 就是十二机元庙的的其中之一 那一节骨 蕴含恐怖的磨煞之气 不是他们能够燃止的 就好像有一位大能 将一位宇宙镜身上的有害物质 炼进了那一节骨之中 对于宇宙镜之下 那就是大杀器 他们绕过了那一座磨池 继续深入 莫得 露鸣感觉皮肤刺痛 似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靠近 小新露鸣立刻提醒 但还是晚了一步 一声凄厉的惨叫 一个翡翠族的九遍仙王 被一层雪光层层裹住 此人疯狂的挣扎 但根本挣脱不了 快帮忙 边上 其他翡翠族大喝 有几人打出了仙树 想要轰击雪光 但没想到 攻击直接穿过了雪光 落在那个翡翠族身上 那个翡翠族的惨叫戛然而止 雪光如洞 转眼将那个翡翠族吞噬 变成了一滩残渣 绝光如洞 形态如雪人 继续扑杀下一个翡翠族 至少 下继续扑杀下一个翡翠族